請雅芳安排,然後就安排慧文 他可以摸嗎? 然後他就去那個,就是在學校裡面跟學弟妹們合索 應該是中間有幾天住狗舍 後來那一天,後來早上我就請我爸爸去記錄回來 沒有耶,不知道他沒在錄影,沒有在錄影 我又有偶爾會幫他摔牙,好好好,要拿麥克風,然後幫他 好,好好好,那一鼓氣一樣 呵呵 然後,他也含在錄影,讓我看那個,他的朋友會為喜好 我一直看一眼嗎? 我看他說是很熟悉的,他有兩者會不會有 看,他很熟悉,他覺得他不太熟悉 我覺得很熟悉,他的音樂會不會很熟悉 然後,他可能會是一個熟悉就很熟悉 然後,他就不會去熟悉就很熟悉,他可以去熟悉 急 急 急 你看 里面都已经安静下来 现在又会失败 不到 对 好 对 这非工作中害是这么激动 真的都是遇到同行才會那麼激烤 我直接放這裡好了 會在路上怎麼遇到同行 也會這樣啊 真的嗎 然後我們都趕快很有默契的 彼此把它塞開一下 這個 這個太過分了 這個太過分了 那人家遇到同行都是這麼開心 可以了可以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好小妹你們是怎麼過來的 騎車 要騎很久囉 還好 還好 謝謝 他們兩個人聽我說不要來 真的 沒有跟我們來 好 那我先把我的手機拿出來 把手機拿出來 亮亮亮 對 所以外面那一層 他今天沒有脫水機 你們等一下還會去看 不是沒有做 沒有今天啊 今天才有 今天早上就開始 早上就開始 早上就開始 對 然後就開始 對 然後就開始 對 他不太久沒看到你了 這邊超高興的 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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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興一下下這樣慢慢的可以穩定下來 蘑菇 鞭筍 然後他跟那個Dolly 慢慢一起走過來 不然他就會不好走 車用很多 因為今天潑水節用 車好多人好多 還好啊 然後那一天晚上又睡得好像好像睡得很久 好像很累這樣子 對 他學校玩得很瘋嘛 他學校玩得很瘋 其實你們不在他那邊 他學校他其實精神是沒有放大 他回家他就瘋一下之後 他在外面吞陷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就是緊張跟他小朋友一樣啊 他在外面吞陷了 好啦 所以今天是帶飛達過來的 沒有啊 兩隻都沒帶 兩隻都沒帶 喔 兩隻都沒帶 如果有帶現在就不一樣 我沒有辦法卡錯我們家的孩子 背地啊 背地一直笑是一喘 對啊 要笑喔 哈哈笑 他整個那個 他給 很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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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相對 他想說欸是就可以往了 好 好 好 母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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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 吃它 它就好吓 它就好吓 它都吃了就好 在绯萝卜 在绯萝卜 好 我們會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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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公太多 ingredient 是≠ 因為每個匹長pt feel 1 person Programm 것 例如 civ公的龍蝦 在裡面是幾公斤喔 26發 那比肥梯還好一點點 肥梯還25點多 肥梯是紅色毛 你內線是標準指導 像芬達,芬達標準是23 芬達那麼小喔 沒事沒事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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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V是24點 OK,來給他 No No 那小V會分打有什麼時候 分打有什麼時候要升嗎 對,這樣要升嗎 好,那我們就來選出來 對,這先是先走 好,那我來一下 對,你早就在... 對,你早就在... 很胖 他發行說要升級你的那種 那誰要當作爸爸 欸,是用人工 對,你是用必須的還是誰 喔 待會兒還會有第三隻啦 沒有了 欸,還有第三隻沒有的啊 嗯... 不知道耶 那個誰 Kalen加... 我不知道 他們有寫點 我沒有注意到 點參加的裡面沒有 我認識的 喔,那應該就沒有了 這兩隻 對 兩隻會 四六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下 對對對,等一下下 你說開始 我先把它分享出去 好 有十個人點參加啊 點參加不一定參加 哈哈哈哈 那個... 那點開心 哈哈哈哈 有點開心 好,那等一下如果... 欸,老闆這邊說可以 我們就可以了 好,我把它分享到... 我也分享到你這邊去 好... 我分享到一個 一個 叫財子動音選擇 好 好 我來看一下 蛛呀 蛛呀 蛛... 蛛 Cliff 我來幫他分享他 酸 好 像我很少來男士角 發現男士角這邊也蠻熱鬧的 很熱鬧,這裡有捷運,超熱鬧 很熱鬧 而且這邊旁邊就夜市了 對,有新來夜市 新來夜市 然後再往前就是那個波水 那個波水的地方 今天來很多 呃,全身濕透的人 好好好 好 像你們昨天演講是哪一方面的主題啊 昨天是講 昨天講一個 街友的 你們晚上有一場的場景 街友 就是他們在做一些,就是無家者 街友的 是那個芒草星嗎?還是那? 人生百味 昨天是人生百味 昨天下午講新二代 然後 又兩個人會開 我希望我們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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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今天你把它說 都可以,沒關係 很好 我們就來 好 我們就來 這樣直播的就看到黑黑的 看到黑的 好 那個歡迎大家來到今天 這一場 哈哈哈哈 很難心事件 好 歡迎大家來到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這邊雖然是東南亞主題書店 不過其實我們今天談的這個題目 當然不只東南亞 不過我想 思藏朋友可能 世界各地都有 所以也囊括在內 而且 其實我們對東南亞 已經有新的定義了 就是我們認為 在台灣 應該被重視 但是沒有被重視的事情 通常稱作東南亞 東南亞對台灣來說 應該是一個很鄰近的 很鄰近的一個區域 然後在台灣也有很多東南亞的朋友在這裡 可是一般台灣人對東南亞其實是不太了解 所以我們在兩年前 其實這兩年前的撥水節 我們開始成立這間東南亞主題書店 那去年我們辦了355場的演講 所以我們辦的演講 非常非常多 主要當然是東南亞相關的 就是東南亞對國家 然後歷史人化 可是有一些跟社會相關的議題 比如像剛剛講 我們昨天有辦跟街友相關的 我們之前也請街友來這邊演講過 那有一些歐洲的題目 非洲的題目 因為台灣也還沒有非洲主題書店 所以我們就管他的就算我們的 所以都算我們的 那至於那種太商業的太 就是平常你隨便在哪裡辦 都很多人的演講 我們大概就不會一直接他 那比如像街頭雄 我認識他之後 我覺得好厲害 是這樣子 可以走出不一樣的路 那也可以再去幫助其他的朋友 所以我一方面 我現在同時也是一起夢想公益協會的秘書長 那這邊也還是我的店 所以我們就把兩個結合起來 這邊就非常高興街頭雄答應來這邊給我一場 很特別的演講 我們這個舞台燈 這本來是準備要做那個小劇場用的 所以有這個舞台燈 也是人家送的啦 我們自己不會這邊買這個 就是好朋友送這個 不過今天用不太到 因為我們今天要黑黑的家 好我們就請現場的朋友 開開手歡迎你借手 好 好 好謝謝我們 我們書店的老闆 那也謝謝我們在座 很多親朋好友 然後 很多有的是 我太太還有我太太的妹妹 為了還有我們一些 我們還有一位 我們的打盲犬的使用者 還有我們的寄養家庭 我想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那我想 過去啊 都有一些機會 可以在很多地方 分享我的一些經驗 那包括我 師民的經驗 然後還有整個 師民之後呢 怎麼去做一些 突破 包括不管是師民後的 重建 就學 就業 那 也後來也 在這過程當中 有很多不同的體會 那 也在 也 開始使用打盲犬 那打盲犬 其實也在我接下來的一些 人生當中 扮演蠻 蠻重要 也蠻有趣的 一個 一個夥伴 那我想 今天 利用這兩個小時 我想 做一個 我的一個 分享 那我們 也有做一個 臉書的直播 所以我們 黑暗中直播 黑暗中直播 所以 那也 如果現場 臉書直播的夥伴們 有看到 也跟你們 問得好 那 到時候 等一下 過程當中 有任何問題 到時候 我們有一些 臉書的 朋友們 有任何的問題 提問的話 那到時候再 請 老闆這邊 也再轉述 我們也可以去做回應 我想很高興 第一次 這種經驗 就 還蠻科技感的 又有實際 有網路 等等 好 還好我們是用 況比較暗 因為如果 今天 有打光 什麼的 你要看到 你講的人不是 帥哥美女 馬上就轉醜了 哈哈 好 那我想 就很高興 利用 這個禮拜天的 下午 在這個空間 我覺得空間還蠻溫馨的 大家都可以在一起 好 那我想 我還是 來 首先一開始來 分享 整個我的生命歷程 那 很多人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我是什麼原因失明的 那每次有一些 朋友在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一定會先 前面會先問一個 說 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 比較冒昧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會很冒昧的問說 他們說 你是什麼原因失明的 等等 那 其實 對我來講 眼睛看不到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 年輕的時候 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打擊 我小時候我算是先天性的 先天性的高度近視 那時候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一年級 就帶了500度的 近視眼鏡 而且500度還不是看到 0.8 0.9 萬國視力兩表 只看到0.2 或0.3 所以那時候 我都是坐第一盤 而且 坐最中間的位置 最中間的位置 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因為以前 讀幼稚園都愛玩 都愛吃吃喝喝 所以沒有機會看什麼書 所以不曉得 我就覺得我的眼睛 跟別人的視力都差不多 並不覺得說我視力不好 可是當我在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老師在寫黑板 我就看不太到了 那我那時候就很疑惑 疑惑說 為什麼我隔壁的同學們 老師說 請把那個黑板上面的字把它抄下來 我那時候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黑板 到底是寫什麼 可是我看隔壁的同學 他們就好認真的在抄筆記 那我就很疑惑啊 他們到底是 是真的還是玩假的 我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那我就跟著 想說大家都開始 都在那邊 可以抄筆記本 抄作業部 那我也跟著抄 可是我看不到 那怎麼辦 我就在我的作業本上面就在畫圖 我就畫圖 後來回去就跟我爸爸媽媽講說 欸今天 老師那個黑板上面的字我都看不到 後來我爸媽就帶我去配眼鏡 我配眼鏡 然後小學一年級 配眼鏡的時候 那個眼鏡行的老闆也嚇一跳啊 說怎麼那麼小 就戴了五百度的眼鏡 他再配上去都已經有點困難了 他就勉強 五百度的 我那時候就帶了五百度的鏡片 然後還做第一排 我做第一排 那 我就這樣慢慢的到了二年級 三年級到四年級 那勢力也慢慢的衰退 本來五百度六百度七百度 到小學四年級八百度 八百度 後來我的左眼 就 有一天就突然發現 為什麼我的眼睛左眼的下半部看不到呢 然後 就覺得怪怪的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要跟我爸媽講 就覺得說應該是 應該只是突然的現象還是怎麼樣 後來發現那個左眼的下半部呢 我看不到面積越來越大 後來就 跟我爸媽講 我爸媽就覺得說很不尋常啊 然後就帶我趕快去看眼科 那時候本身我老家是在哪部 我是住台南 所以那時候趕快去給眼科 一個台南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眼科醫師 趕快給他看 那個眼科醫師看到說 這個不得了 這個你明天要趕快送去台大醫院 找一位某某某醫師 那個是四網末的權威 他說我這個病叫四網末玻璃 要趕快去 不然那個 如果再晚一點點會看不到我 那我爸媽也很緊張 所以那一天晚上馬上坐夜車 坐夜車 那時候沒有童年沒有佛光號什麼都沒有 那時候就坐火車 印象很深刻喔 那時候晚上大概 從台南坐11點多的 包括是父親號還舉光號 到台北早上6點 早上6點到台北火車站 那時候就走到台大醫院 那台大醫院都還沒開門啊 可是很神奇的地方是怎麼樣 台大醫院那時候門口 就已經排了一堆人了 我就問他說 你們是要看誰 哪個醫師 都是一樣 都是那個眼科的某某某醫師 那 而且那時候也沒什麼 就是他只要台大醫院門口一打開 大家就趕快衝進去 然後衝到那個枕間 那你就排排坐 你坐第一個就是 表示你去掛第一位 這樣排 因為他有限定 一天只最多看60個還多少個 所以你如果太晚的話 還掛不到那個醫師 那就這樣跟著進去啊等等 那時候很開心是怎麼樣 因為對南部人來講 南部人來講 南部人來講 可以來台北玩很開心啊 所以那時候 來台北哇好開心 那時候台大醫院 那時候還沒開門的時候 我媽媽說他先在門口等 那我爸爸就帶我去附近逛逛 就帶我去旁邊的重統府看 哇 原來是重統府 我就很開心 以前都不知道什麼 什麼叫重統府 後來當台大醫院進去之後 然後開始看病了 就患到我了 然後已經在9點10點的時候 患到我在看的時候 那個醫師看到我的左眼 因為我是塑膜玻璃 那個醫師也很神奇 因為一般塑膜的疾病 都會要求要散筒 把筒筒放大 他也沒有 他也不需要 他用這樣直接看我的眼睛 他就知道我的症狀 然後他跟我 就直接跟我爸媽講 說我這個沒有救了 講得很直白 因為醫生都是這樣高高在上 他就講得很直白 說這個沒有救了 這個即使衝到美國 華盛頓哪裡都一樣 這個沒有辦法了 那個醫療 那個是民國大概70年的時候 大概30多年前的往事 他直接講得很直白 那我爸媽那時候就會想說 我爸媽那時候老實人 怎麼樣 他們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那時候以前 醫師有收紅包的壞習慣 那有可能是醫師跟你講得很嚴重 講得很嚴重 那時候醫師 講說我這個眼睛沒救了 我當場聽到馬上哭出來 哭出來 然後我爸媽就安慰我 你不用擔心 我們晚上會去收紅包 晚上收紅包馬上就有救了 就這樣 後來我爸媽就進去跟醫生講 問說醫生你晚上 你是住哪裡啊 類似這樣 你晚上有沒有開 因為很多以前的醫生是怎麼樣 就白天在大醫院開 然後晚上自己開自己有門診 問他的門診在 那個他的診所眼科診所在哪裡 後來那個醫生也講得很直白 說 你這個真的是沒救你 你這個送紅包來也沒有用 講得很直白 你就不要納費錢 好像這樣講 後來 就因為這樣 那個醫師也講得很直接 說 我還有右眼 就好好注意右眼 他也講得 很像那個鐵口直斷一樣 這個比命理師還準 他就跟我爸媽說 我的右眼 一定也會失明 我一定要好好保護 就鐵口直斷 那我爸媽就 後來就想說 那以後怎麼辦 就說他 叫我不要跑 那個醫生就說 因為我是高危險群 是我末玻璃的高危險群 所以盡量不要跑 不要跳 不要什麼 太用力啊等等 反正要注意 不要讓眼睛太勞累啊 反正每半年 要定期回來 台北檢查 右眼 我檢查我的右眼 然後左眼就讓他看不到了 因為沒有救了 他要保護右眼 那 就這樣以後 就每半年都會上來台北一次 那每次上來台北都很開心啊 那時候都坐夜車 坐夜車 然後上來台北 然後看完之後 再坐火車回南部 那就每半年 每半年檢查 那我後來 我的右眼的視力 也 又不斷的退化 那 當國中的時候 已經大概一千度 然後一千二一千三 那個速度很快喔 大概我國三的時候 大概有 已經 大概已經要戴一千五百度的眼鏡 那一千五百度也不是說看到多少 最多只能看到0.2、0.3而已 好 那 當我在高一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讀五專 五專 我那時候是讀嘉義農專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動物啊 所以那時候我的 我讀農專的時候 我的第一志願 就是獸醫科 獸醫科 那時候我就覺得 很想要讀獸醫 所以那時候 剛好我的第一志願 我也沒有讀高中 也沒什麼 就特別去讀五專 那進去之後呢 讀獸醫科 那時候就很開心 我就覺得 哇 每天都可以跟動物在一起 不是只有跟狗而已 還有跟牛啦 跟豬啦 跟什麼在一起 都很開心 那 我的右眼 在我五專一年級的下學期 我印象很深刻 大概是四月 也是這個時候 四月中旬 我的右眼 也開始發現 眼睛看某個角度 有點模糊 然後慢慢的那個 那個 一個角度會看不到 然後那個角度 一天比一天還要 擴大 想說啊 會不會又是視網膜玻璃了 那趕快 後來就趕快 那一天下午就趕快請假 趕快回台南 然後我爸就趕快帶我來台北了 來台北 醫生看到說 這個馬上要開刀了 那因為有些四網膜玻璃 波落的面積不用 如果沒有太大的話 可以用雷射 那醫生說 因為我的波落的面積比較大 必須要開刀 必須要開刀 那就這樣 我總共前後 從16歲到18歲 這兩年的期間呢 我總共開了三次刀 開了三次刀 那其實 因為我們對醫生 都會有很高的期待 因為我第一次開完刀的時候 我視力大概有0.6 哇 我從來沒有視力那麼好過 那個不用戴眼鏡 可以有0.6 我讓我 啊 早知道就是我摸玻璃 就好了 我想說 怎麼會那麼 視力那麼好 很開心 很開心 我都說 哇 真好 後來 第一次開完刀之後 因為我的波落面積比較大 所以 醫生說 我的那個波落面積比較大 所以他 有在裡面 打了幾 打了五根還六根的那種 很小很小的那種鐵釘 把視網膜 把它固定好 後來 有一根鐵釘掉下來了 就在我的眼睛那邊滾來滾去 然後 這個在眼球內滾來滾去的話 他會要把那個鐵釘拿出來 不然會整個視網膜都會刮傷 那 因為第一次開刀的經驗太棒了 大概有0.6的視力 不用戴眼鏡 0.6 我想說 所以我們對第二次也充滿希望 那 結果第二次開完刀之後 我的視力 從0.6馬上退到0.01 0.01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都對醫生都很高的 都抱有期待啊 然後 後來因為我的第二次開完刀之後 變0.01 然後 醫生說我的視網膜有結疤 那 整個有可能會再 會有視網膜玻璃 所以必須要開第三次刀 那其實 在那個時候都會有一個期待啊 都覺得說 能夠開刀 有可能 會又變好 好 那我開了第三次刀以後啊 我的視力 變成 只剩下光絕 所以差很多 那其實視網膜啊 很多人不了解 到底 視網膜在哪裡 每次我們 我在外面 很多有一些好心的人都說 欸你怎麼不去換個眼角膜 怎麼不去換個水晶體 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其實 視網膜啊 在我們的眼睛的後半部 如果以前 有人玩過那種傳統的照相機 視網膜就類似等於以前傳統照相機的底片 所以我們的投影都會在我們的視網膜 然後視網膜後面有一層所謂的脈絡膜 是我們的微血管 所以我們視網膜的養分呢 都是從我們的脈絡膜所提供 那所謂的視網膜玻璃就是因為脈絡膜 跟視網膜 有裂開 有剝落 所以很多網膜的養分 沒辦法被供應 所以就會剝落 然後會萎縮 然後就會看不到 好 所以呢 整個視網膜玻璃 它其實它開刀是一個蠻大的手術 也是要全身麻醉 然後進去出來 大概要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好 那第三次開完刀之後 只剩下光絕而已 那光絕之後 而且因為我的 剛剛前面提到的 因為這個手術都是很大 那其實我們眼睛是一個很脆弱的 眼睛是很脆弱的 所以我開完第三次刀之後 只剩下光絕 還有我的眼球也萎縮 右眼也萎縮了 那後來醫生就直接跟我說 你們以後不用來了 不用來再檢查 因為那時候 開完刀也都要固定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回診 那醫生就直接跟你宣判實行 就跟你說你這個不用再來 因為已經沒有辦法了 那醫生也是說 那你就可能未來有機會 就是看能不能學什麼電腦 學什麼重建等等 就這樣 那我就回家了 那這可能就是 大概18歲的時候 所以16歲到18歲那兩年 就不斷的治療在家裡面 然後也休學 因為 沒有辦法再回去讀瘦醫科 因為看不到不可能讀瘦醫科 那這個看不到之後 我在家裡面也待了整整 兩年的時間 都在家裡面 那那個時間點是我人生 算是比較最 最黑暗的時光 因為 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那也開始覺得 對人生 沒有太大的希望 那每天也都在聽廣播 然後也不曉得要做什麼 也不能看報紙 也不能看電視 什麼都不行 不然我以前 16歲的時候 還看得到的時候 還蠻活潑的 喜歡打球 喜歡幹嘛 喜歡出去玩 喜歡看電影 什麼都很喜歡 可是看不到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做 然後心裡面都有一句話 都會覺得很奇怪 會埋怨老天 我們常聽過有人說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間未報 那時候我就每天都會問老天爺 這句話 我到底做了什麼壞事 為什麼老天爺 老天爺要給我這麼大的懲罰 那我看不到 那 有人就會講過 那可能是因果論 很多什麼是前世 前世的前因後果 那可能是前世做了什麼壞事啊 等等才會有 這樣的果 那時候我爸媽 因為看不到之後一定都會開始求神問譜 求神問譜 求神問譜 希望透過宗教的力量啊 透過神秘的力量啊 透過神秘的力量啊 看能不能 能夠恢復光明 所以有時候 我媽不曉得去哪裡 求的那種 那種 浮水 然後 去擦一下眼睛 看能不能恢復光明 然後我們也有去找過通靈人士 找過通靈人士 問通靈人士說 我是什麼原因為什麼會這樣 那個通靈人士也很神奇喔 他也是跟我爸媽說 那個可能是我上輩子做的壞事情 才會看不到 那做什麼壞事情一定會好奇問啊 那個通靈人士就說 我以前 上輩子是一個圓外 圓外 哇 真的好 是當個圓外 他說我娶了很多的小老婆 娶小老婆 就是 奉勸各位喔 千萬不要娶小老婆 那 所以我娶小老婆 然後娶小老婆 他說 更壞的是什麼 還會偷看那個 人家洗澡 而且不是看小老婆洗澡 看那個 那個悲女啊 看那個悲女洗澡 那偷看 剛好有個悲女 因為大家都會手伸如玉啊 那有個悲女 被發現說 我還偷看她洗澡 然後就 懷恨在心 然後頭緊自殺 然後她就下了一個很惡毒的 詛咒 說我下輩子會看不到 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通靈人士告訴我的前因後果 那我覺得也許孔子說的沒有錯啦 同時說什麼 非禮物事 那 其實齁 那時候也會一直覺得說 會想要找一些答案 然後也開始會念什麼 那時候聽廣播 那廣播有一個那種宗教的節目 用什麼要念大悲咒 我也去跟人學大悲咒 學大悲咒什麼 大悲咒的水 你到過念大悲咒 然後喝那個大悲咒的水 搞不好還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我那時候 然後那兩年看不到那兩年了 我最喜歡的一件事 是什麼事呢 就是睡覺 為什麼我喜歡睡覺 因為睡覺會怎麼樣 會做夢 所以夢裡面就變成說 又看得到了 所以 就覺得說 我每次都很期待說 趕快在床上趕快睡覺 然後又做夢 我夢裡面就是看得到的那種影像 然後會有一個很不切實際的想法 想說 我也許喝了大悲咒的水 隔天起來就看得到了 會有很多種 很多一些很悲哩性的一個期望 然後另外有時候又會陷入到那種很悲悲觀 想到說 好 那時候18歲看不到 可是 人的一生可以活多久 那個平均與命 人的壽命 那時候大概可以活到75歲 我一直就在那邊算 算說我18歲看不到 然後我75歲 才會往生 平均與命 想說 哇那我大概會有60年 最少會有60年 都是在黑暗的當中 那我想說 這樣生命還會有什麼意義呢 生命還會有什麼價值呢 都看不到啊 好就會很多的埋怨啊 很多埋怨 好然後我那時候 我阿嬤很可愛 我阿嬤就想說 啊我看不到 那要不要 幫我找一個老婆 來照顧我 我那時候還18歲而已啊 我阿嬤就在想說 想到我的人 人生大事 衷生大事 然後想說看要不要 去 那時候 我阿嬤也蠻厲害的 還是要用買賣的概念啊 他說要不要用買賣的方式去 去鄉下買一個老婆給我 給我 以後來照顧我這樣 後來啊 我在家裡面待了 兩年多 那我爸媽也覺得說 我這樣看不到 在家裡面 也不是辦法 我看看有什麼方式 是看是要去工作 學什麼一技之長也好 還是去讀書 那我爸媽後來他們就 不知道是看報紙 還是別人介紹的還是怎麼樣 他們知道說 有所謂的啟民學校 這是有招收視障生的學校 那這視障生的學校 就說他可以教盲人 我教盲人讀書 哇那我爸媽就很開心啊 就去打聽 後來才知道說 啟民學校就只有台中 跟台北有 台南沒有 我們爸媽就覺得很懊惱 為什麼台南沒有啟民學校 為什麼南部沒有啟民學校 只有台中跟台北 後來他們就想一想說 台中跟台北跟台南 哪一個比較近 台中比較近 後來他們就去打電話 查105啊 問台中啟民學校 然後 那各位我們直播的線上的朋友 因為我們有導盲權 他有所有的一些想要跟大家打招呼 因為我每次分享我家口常聽 所以他覺得很厲害 聽聽多的 每次都講這些東西 所以他會比較是唯一 最躁動的聽眾 好 那 後來我爸媽他們就去打聽 打聽之後說有台中啟民學校 然後他們就 還特別去 先去了解 先去了解 後來才知道說 台中啟民學校是在 厚里 厚里 厚里就是風源在過去的厚里那裡 那他們就先去那邊 先問那邊的老師 說 如何教盲人 說 因為小朋友已經高中了 然後看不到了 那高中 有沒有收 請民學校有沒有收高中的學生 那這個 那讀請民學校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那請民學校就說 看不到的市場的朋友 他們可以學點字 然後畢業之後有兩個路 一個是學按摩 一個是讀考大學 就是這樣 後來我爸媽就問他 那點字會不會很難學 所以 我爸媽在那邊 就要了他們的一些點字的資料 點字的資料回來之後 我爸媽他就圖法裂綱 按照那個點字的規則 然後要了點字版 回來就教我點字 所以很神奇 很多人問我說 欸我的點字是誰教的 這是我爸媽 我爸媽是我的點字的啟蒙老師 那他們就也是圖法裂綱 就按照上面的那個規則 然後 還去圖書館 那時候我們台南市地圖書館 也有那種盲人圖書資料室 去借了一本點字書 然後我就一邊摸點字書 然後一邊 摸不太懂 就請我爸媽用看的 說這到底是什麼字 類似這樣 就這樣辦 辦 像有點土法煉綱 土法煉綱 那 其實點字沒有想像那麼簡單 因為有些規則 是一些很奇怪的規則 那 我爸媽在教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些字 跟我爸媽講的不太一樣 那也不管了 不管了 那後來 之後我爸媽就要安排我去讀寢明學校 那這可能就是我人生第二個挑戰 為什麼 因為讀寢明學校必須要怎麼樣 因為我們老家是住台南 那寢明就要在台中 所以必須要住校 那這可能是我看不到之後 第一次要離開家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恐懼 在家裡面 可以當老爺 因為看不到 所以真的是所謂的 查來伸手 半來張口 所以都不用擔心 可是讀寢明學校就完全不一樣了 什麼都要擔心 那時候我很擔心什麼 如果從宿舍走到教學區 那如果從教室走到餐廳 然後又很擔心說洗衣服 那洗衣服 那時候也沒有洗衣機 一定要用手洗 那洗衣服到底洗得乾不乾淨 也不知道 然後還要有曬衣場 而且寢明學校曬衣場很有趣 他是在宿樓 在宿舍的頂樓 然後大家都塞在一起 那會不會收錯別人的衣服 我都有可能啊 都好多的擔心啊 然後我爸媽也覺得很 也覺得很擔心說 萬一我收錯別人的衣服怎麼辦 我媽他就想到一個方式 他就想說 第一個幫我做記號 幫我說的衣架做個記號 做一個他就用膠帶 黏在那個一個 那個衣架上面 然後就叫我摸 你如果衣架上面有這個 凸凸的東西就是我的 第二個呢 我爸媽想說 萬一每個人都是 每個人的衣架都有凸凸的話 那也會 萬一摸錯了 也會收錯啊 那怎麼辦 第二個 我媽媽就會在衣服上面 一個角落會縫 一個 因為我姓男 那男的話 要秀那個男的字 摸起來一坨 摸不太出來 後來他們覺得 就想說 那不然又秀 一個英文字母的L 那就很單純 這樣摸應該摸得出來 摸得出來 所以我媽就在 我每一件衣服上面 都會秀一個L 然後叫我摸摸看 這個衣服有L的就是你 你的 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很不願意 去讀請民學校 為什麼呢 不是說 我害怕一個人在那邊 而是因為 我一直認為說 我如果去讀請民學校 要表示怎麼樣 我就要去 真的是要去承認我 看不到 然後真的 永遠都沒有辦法 再恢復光明了 其實我那時候 都還會有一個 一種莫名的期待 期待說我還可以看得到 還不想說 那麼快就要 被貼這個標籤 說是一個視障者 那我爸媽是 一直鼓勵我說 那你去沒關係 那 他們每個禮拜都會來看我 那如果說我去那邊 哭得不習慣 再回來也沒關係啊 所以那時候就這樣 我爸媽就鼓勵我 那我想說 也不要讓我爸媽這樣 這麼 這麼擔心 那 去讀請民學校的時候 其實也 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第一個 就我前面提到的 洗衣服這件事情 我爸媽就想說 我看不到 那洗衣服一定會洗不乾淨啊 那我爸媽就想說 那要不要我爸媽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就把我 把我準備 一個禮拜的 一個禮拜的衣服 然後 每個禮拜來看我 然後幫我做替換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啊 可是我後來問了其他的朋友 那個 那個室友 我們寢室的人 他們說他們都自己洗衣服啊 那我就覺得說 別人都做得到 為什麼我就做不到 我就想說 跟別人一樣啊 那我也自己洗衣服好了 我自己也試著洗衣服 跟我爸媽 那時候也蠻好強的 跟我爸媽說 不用啊 你也不用那麼 那麼 每個禮拜都來看我 這一路都那麼遠 那 洗衣服這事情 我就可以自己來 想辦法自己處理 自己處理 那時候自己處理 也沒有說 處理得很好啊 那我就會私下問我 那個寢室的朋友 因為我們寢民學校 宿舍全部 大家都是看不到啊 有落勢有全盲 那我就很好奇的 問他們一個問題 我們這樣洗衣服 你們要怎麼知道說 你們衣服有沒有洗乾淨 我就問我一個 問我同學 那我同學的回答就很奇妙喔 他怎麼回答 他問我們這裡是寢民學校 每個人都看不到 你衣服有沒有洗乾淨 所以沒有人看得到 所以不用在乎 欸這還蠻有道理的啊 寢民學校 大家衣服 你有沒有洗乾淨 誰關你 大家都看不到啊 他說你只要衣服 不要有臭味就好 因為大家鼻子都很明 所以我們 欸這樣說也是蠻有道理的 這個 還蠻有一個人生哲理的 我就覺得 欸也有 我問你沒有錯 我後來就覺得說 好 那我在洗衣服的時候 我就變成說 比較髒的地方 像我們的臨子 袖子啊 袖口啊 或是袜底 我們就刷 刷比較多次這樣就好了 那有沒有洗乾淨 沒關係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來了 我們要從宿舍要走到教學大樓 教學區 教室 有一小段路 我 我就覺得 我都很好奇啊 為什麼我們 請名學校的同學 大家走路都走好快 然後都不用拿手杖 反正我一開始進去 我很害怕 我就自己拿手杖 把慢慢敲 那他們都不用害怕 他們都走好快 然後我們 更有趣的是 我們學校宿舍 到教室那段路 旁邊都還有水溝 而且水溝還沒有蓋子喔 還沒有那種什麼水溝蓋也沒有 我就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大家都不會掉下去 那我就只會走 我走偏掉 有時候我自己會掉下去 我又用手杖 所以 我就問他們說 欸同學 為什麼你們都 你們是不是都看得到 為什麼你們都走路走那麼快 然後你們都不會踩到水溝 我後來才知道說 有的同學說 他從小就讀起名學校 所以他已經習慣了 我們起名學校是從國小 國小小學一年級開始 到高中部 所以有國小國中到高中 所以我的室友 有小學也有年級的 有小孩子 也有國中 也有高中 我們都是住一起 八個人一間 八個人還是六個人一間 所以有的小朋友是很小 小學一年級就住起名學校了 所以那個環境他很熟 所以他們走路都走很快 那我就一邊走 有時候會怕自己會迷路啊 或什麼的 很沒有安全感 有時候會想要摸牆壁 那摸牆壁在走路的時候 我們還發現更危險 為什麼 很多凸出來的東西 例如消防栓啊什麼的 有時候我們在沿著牆壁走的時候 我們都會以為是最安全的 然後就會 無形當中就會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去撞到消防栓 那 在讀起名學校之後 也開始學點字 那我前面有提到啦 很多人在問說 點字好不好學 我跟各位說 如果要把點字的符號背起來 很容易 像我們的中文點字 台灣的中文點字 就是用的概念去建構起來的 你把那個符號背起來 例如有幾點 135点 per什么1234点 你把它背起来 很容易很快 可是 当你学会摸 就很难了 因为 我们在摸点字的时候 都是用我们的 手指头的食指 用食指来摸 那因为我们触觉 长期没有被开发 所以那时候摸的时候 摸很慢 有时候我在摸的时候 会摸到下一行去 因为那个密密麻麻的 那个我又觉得 很难想象出 这个点字到底是谁 发明的 那为什么要发明的 这样密密麻麻的 为什么 点又那么小 很难摸 所以那个我学 点字的时候 很痛苦是 摸的速度很慢 摸的速度很慢 然后我有印象很深刻 那个我刚才 我们在读起名学校的时候 老师说要考试 考试呢 就是那种 学堂考 学堂考 然后要摸点字 我点字考就摸 速度很慢啊 结果 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题目是 我以为是是非题 原来它是选择题 不太会摸 所以我就以为是是非题 所以很多一些笑话 那 我总共会摸点字在那边 请民学校像训练 大概花了一两年的时间 我才慢慢的 点字速度才摸比较快 不然本来真的很慢很慢 很慢很慢 那在请民学校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 因为我刚前面提到的发现很多同学走路出路很快嘛 所以我都一直以为每个人都是弱势的 后来才发现 其实有的同学是全忙 有的同学是全忙 那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 同学也会很好奇 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会看不到 那每次同学在问我 或是老师在问我 为什么会看不到的时候 就想到过去 然后就会很难过 我就会忍不住 就会哭出来 那在读请民学校的时候 就觉得很 没办法理解 是眼睛看不到都那么 已经算是蛮悲惨的 那为什么每个同学都还会开玩笑 还会嘻嘻哈哈 我那时候都觉得没办法理解 然后同学又很会玩音乐 玩乐器啊什么的 每个人生活都过得很快乐 就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很悲惨一样 后来就问了同学说 为什么你们都可以那么快乐 难道你们不觉得眼睛看不到很悲惨吗 同学都觉得不会啊 大家都还蛮乐观的 然后大家觉得说 其实还有蛮多好玩的事情 好玩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玩 因为在请民学校 我们以为说看不到的人 什么都不能做 我后来才发现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做 各位有想过 看不到的人 有没有办法抽烟 请民学校的同学会不会抽烟 各位想想看 会不会偷抽烟 也会啊 也会啊 我们有些同学也会偷抽烟 全忙的人怎么点烟 会不会点到眉毛 这个很 我觉得很纳闷 可是他们就大家都很有技巧 还有 那时候中秋节 快到了 那不是 那时候中秋节快到了之后 小朋友要放鞭炮 有的请民学校小朋友 他还会去厚礼 我们住厚礼嘛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有时候 学校有同学可以 出去外面买东西 有的同学都会去外面买鞭炮来放 就很神奇 弱势的人 要点鞭炮 就看得很近 看得很近 全忙的人要放鞭炮怎么放 用听的 很危险喔 速度要抓得很对 你如果太慢的话 所以 发现真的是 你会看不到的人 什么都可以做 他都知道时间点 那个moment 抓得很好 一点烟 七一 有话 听到那种七的声音 趕快丢出去 又掉 时间真的抓得很准 所以发现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看不到的人 什么都可以做 没有我们想象那样 包括放鞭炮也可以放 偷抽烟也可以抽烟 不要被老师发现 那我问各位 请民学校的同学 会不会打架 看不到的人 会不会打架 也会啊 这位很好奇 那如果两个都是盲人 怎么打 照打不误 听一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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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定要抓到对方 还不能抓错人 抓错人 一定会扁 所以 请民学校的同学 要打架 先抓到对方 确认 确认身份 被抓到了 确认身份 就跑不掉了 所以 在请民学校里面 我会发现 原来就 跟外面的世界一样啊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我问各位 那请民学校的小朋友 会不会有人 会偷东西 看不到的人 会不会偷东西 也会有啊 也会有 小朋友 也会等下偷别人的东西 看不到的人 也会偷东西 那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我会发现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那 真的我是觉得 请民学校的小朋友 也很厉害喔 那音乐啊 什么的 那种什么 弹钢琴啊 吉他啊 什么都很厉害 所以我会发现 并不是我想像那样 然后我觉得 更神奇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班啊 就来自四面各方 来自四 很多 各地的人 我以为说班上同学 我住台南 我以为我是最远的 后来我才发现 我们同学有人 比我住更远 住哪里 住金门 哇 金门好远 他从金门来台湾读书 那像我们寒暑假 有时候 有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 我爸妈还会来接我回去 住金门的 就只能怎么样 等寒暑假 不然就等那时候 比较长假 什么冲秋节啊 放比较长的假期 才可以回去 而且那时候民国大概八十年 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八十年 读起民学校 那时候金门还没有开放啊 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我那个金门的同学说 那你回去怎么回去 那时候还没有开放 那他怎么回去 坐军用飞机回去 哇 很神奇喔 坐军机耶 还不是坐客机 坐军机回去 那 我那时候就觉得 那个很神奇的地方是说 我有一个同学 住新竹 他也是全忙 那我觉得很神奇是 我们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有时候礼拜六 礼拜五下课 我爸爸妈妈会来接我 那我那个新竹的同学 他都自己回去 我就觉得很压抑啊 看不到 怎么回去 我有很多很多的问号 第一个问号 今天 我们从厚礼要回 要回到新竹的话 第一个要先到做 枫园客运 要到枫园 从枫园坐火车回新竹 那他怎么从厚礼 做客运 回到枫园 那他就跟我说 就到学校对面 的公车站 就可以坐了啊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怎么知道 车来了没 这我一个很大的疑惑啊 他说你不用管啊 你手举起来就好啊 手举起来 你就在公车站 你手举起来 那我就说 那 会不会 燃错车啊 有的计程车也开过来啊 他说如果是计程车 你就不要坐 那为什么枫园客运的人 的司机都知道 说你是要坐车 他说因为你是 站在起名学校门口那里 那司机都已经被训练了 都知道说这里有很多的盲人 因为有一些市场朋友 很多学生也好 我们起名需要有盲老师啊 有那种看不到的老师 他们也是坐公车来上班啊 所以你只要在公车站 把你手举起来就好了 立正站好 手举起来 手将就好了 那就会有枫园客运 有时候刚好开过来 然后司机就问你说 要不要坐车 或怎么样 咦 我觉得这样 听起来也有道理啊 可是那坐到枫园呢 我坐到枫园之后 那个枫园客运的车 也不是停在火车站前面 他是停在枫园客运旁边的一个总站 在火车站旁边 而且枫园火车站前面还有个圆环 我那个听那个车流声就很恐怖了 那要怎么 从圆环走到枫园火车站 那我就觉得 哇好神奇 他就靠听声音 然后一边走 然后如果遇到迷路的时候 遇到迷路再问你我就就好了 那我就觉得 哇真的是好厉害 然后我就 我就一个问题又来了 好那你真的走到火车站了 那怎么知道卖票的地方在哪里 他都会一样都是问人 好问人 然后 问人 然后看那个卖票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就买票 然后买票要怎么上去 好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 全部都是靠问人的 而且在那个民国八十几年 二十多年前 没有像现在 现在的服务很好 现在坐火车都有引导服务 你只要人到火车站就好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以前都不是喔 以前你要到处问人什么的 好 然后你如果 到火车站 然后你 好不容易走到检票口 你请检票口的人 带你进去 他会跟你说他很忙 没有空 我就会骗人你要到处去问 然后 就这样 他就这样问 然后坐火车 然后到新竹 不是说到新竹就没事了 他还要再去坐公车回到家 那我就说 哇 我真的很难想象 我真的很难想象 在那个时候 原来 看不到还可以做那么多事情 还可以自己坐车 回家 我每次回家都是我爸妈接受 就觉得哇 我好幸福 很幸福 我让我爸妈很幸福 他们就 要先从台南坐火车 换客运 到厚礼 把我接回去 等到要送我回去的时候 一样 从台南坐火车 送我回去之后 他们再坐火车回家 好 是这样待会 好 那我想在寝迪教那边 其实学蛮多的啦 因为 学了点字 也学了很多的 教了很多的 私障的朋友 那也 学习到很多 看到很多私障朋友 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 在生活 那也发现说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还蛮多的 那 当我寝迪教毕业之后 我后来就去 去读 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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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考上 以前 叫中心法商 现在叫台北大学 的社工系 好 这就是我新的挑战 我新的挑战 好 那我想要进入到大学的阶段的时候 我先问问看各位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是我们脸书上面的朋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关于我看不到 到读情 需要这段历程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这边再讲一个小八卦好了 其实那时候 我前面有提到了 为什么 我刚开始看不到的时候 很多怨天尤人 然后一直提到说 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我就一直在回想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眼睛看不到 后来我追真究底 我后来发现 我原来我 有做了一些坏事情 做什么坏事情 不是以前的圆外 是什么事呢 我后来才发现 我读受医科的时候 我每个礼拜都在杀生 每个礼拜都在杀生 杀什么生 我们要上解剖课 每个礼拜固定 我还记得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的下午 一定要解剖 每个礼拜都会解剖一只青蛙 不然就一只老鼠 我这样追根究底 如果真的我有做什么坏事 就是杀生 杀了太多的青蛙 不然就杀了太多的老鼠 我想请问 那开刀三次 为什么会越开越差 医生怎么解释 那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 是一个很脆弱很脆弱的器官 而且视网膜是在眼睛的后面 所以每次开完刀的时候 我眼睛是肿起来的 眼睛是肿起来的 那其实 在当时的医学也没有那么进步 然后再来呢 因为那个手术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很大的手术 那对眼睛的伤害是很大的 很大的 那就我前面提到的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 那第二次是因为铁钉掉下来 要再重新再开一次 再开一次 那这边我也刚刚也顺便跟各位提一下 其实 现在很多医生 如果 非必要的话 通常都不太开刀了 除非是不得已 不得已 因为前面提到眼睛 是一个很脆弱很脆弱的器官 失败率很高 很高 很高 那 而且你都会想象啊 视网膜 视网膜是在我们眼球后面啊 所以他要把那个视网膜贴回去 他是怎么做 他是用简维手术 然后用个机械手臂 从你的眼睛旁边 用个手臂把它插进去 然后去这样贴这样弄 所以那个对眼睛的伤害很大 所以我 每次开完刀之后 那三次开完刀 一个礼拜 眼睛都睁不开 眼睛是肿的 都肿的 睁不开 睁不开 所以那个对眼睛的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 很多 很多医生 而且 事后有的医生是说 因为我的眼睛 那时候只剩一个眼睛而已 其实 有的医生是真的 会不得已才开刀 因为那个失败率是真的很高 除非说真的是不得已说 如果真的不开刀 也会失明 才会开 才会开 那我这边也讲一个 有趣的一个案例给各位听 那 因为我后来 从事社工的工作 那我们也服务很多士障的朋友 那 我们也服务过很多中途的士隐的朋友 那有一个朋友 他是 清光眼 清光眼 那他清光眼 医生不太开刀 因为他觉得说开刀那个效果 风险太大了 而且 这种是一个不可逆的 如果你开不好之后 不可能下次会变好 只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所以那时候 我那个清光眼的一个个案 来我们协会寻求协助的时候 他第一个问题问说 有没有人 跟他一样是清光眼 然后眼睛被开好的 开始问我们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是跟他一样是清光眼 然后后来眼睛开好的案例 他一样问我们 那我们的社工很可爱啊 什么可爱 他跟他说 因为我们是服务市障的单位 所以都是开不好 才会来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开好的 开好的就不会来我们这里 我们都是开不好的才会来 因为我们是市障单位 这样讲讲也是有道理的 然后他 这个清光眼的朋友 我觉得后来 真的每个中途市民的朋友都会 希望能够寻求医疗的协助 然后每次参加我们的成长团体 他都很好奇别人是什么原因的 然后有没有人 因为这样后来开刀 开好的他到处去问 后来大家都开不好 大家都开不好 那其实 现在有的医生 比较有良心的医生 他是都会很慎重啊 都会很慎重 因为真的开不好 就真的看不到 也许还有剩一点点的势力 有比没有还好 有比没有还好 所以我也在想说 那时候如果我开完第二次刀 如果不要再开刀的话 我最少我还有0.01的势力 0.01的势力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看书 我还会用那种放大镜 放大镜再看书 还可以看得到一点点 看得到一点点 好 这是关于这个问题 所以 我们 后来我们在担任社工 我们有比较经验 看了比较多不好的案例的时候 如果我们通常有的个案说要开刀 我们会希望他们问医生 问清楚 那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万一开不好 会怎么样 大概是这样 好 这关于这个部分的问题 那各位一定也会很好奇啊 像眼角膜好了 我们讲到眼角膜 很多人都会像 因为我是视网膜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 换眼角膜有没有用 对我的症状是没有用的 好 没有用的 那 一定会有人好奇问说 那 如果有些人是因为眼角膜的问题 换眼角膜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效 那刚好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室友 我有个室友 也是一位市长朋友 他是因为 因为对于R4P0过敏 对R4P0过敏 那小时候不晓得 对R4P0过敏 他们是一种所谓的罕进疾病 他就是刚好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感冒 吃了感冒药 结果全身脱皮 全身脱皮 他就是对感冒药过敏 那他脱皮不是一般的我们用皮肤 他所有的皮 表皮细胞都会脱皮 所以他连他的眼角膜也脱皮 连他的器官 内部什么心脏啊 肝脏啊都会脱皮 所以那时候他是发现了 赶快比较早 然后医生有经验 马上去送到大医院 然后去打那种抗过敏的药 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 可是后来他的后遗症 就是他眼睛就失明了 他是眼角膜的问题 因为眼角膜脱皮 那他有没有患过眼角膜 有 他有患眼角膜 可是有没有成功 没有 他没有成功 因为 其实眼角膜本身是没有血管的 所以患眼角膜 他刚开始患眼角膜的时候 前面一两个礼拜都还蛮清楚的 可是后来慢慢的 那个眼角膜落歪衣 因为他没有血管 所以他的养分是透过细胞的传递 那当你如果细胞的传递的养分不够的时候 眼角膜也会死掉 也会萎缩 也会等等 也会死掉 所以他到后来眼角膜又 养分不够了 所以他的眼角膜又死掉了 所以又变成又白白茫茫茫的一片尿 所以 不是每一个人 不是每一个人 不是每一个人换眼角膜就可以成功了 不是这样 我喝个酒 像我在 开刀的时候 眼睛开刀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我开刀的时候 我隔壁床 住了一个 所谓的黑道大哥 真的是黑道大哥 为什么我会知道他是黑道大哥呢 是因为刚好 那个 护士啊 护士有时候要帮我们打针啊 打点滴啊 什么的 那个黑道大哥还问护士 那个问护士 说 你看到我全身 那个 纹身 你会不会害怕 他全身都是纹身啊 而且他是因为被波瘤酸 可能是那种黑道会寻丑 还是怎么样 他是被波瘤酸 所以整个眼睛看不到 所以他那天是去换眼角膜 去换眼角膜 那他跟我 我没开始讲 那你换眼角膜 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得到了 他跟我说他已经换了第五次了 我换了第五次了 他说 眼角膜是因为 他刚好是因为被波瘤酸 所以他不是只有眼角膜的问题啊 还有其他的部分 所以不是说换眼角膜就会好 不是这样 好 那我想关于斯明的部分就讲到这边 那我就可以讲 我读大学的部分 那就是新的挑战 好 我读大学啊 又开始了 就是从另外一个 以前读起名学校都是一个 市藏者的环境 都是盲人的学校 所以老师也会点字 那同学都是市藏朋友 那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样不一样呢 同学全部都是明眼人 我们班就只有 呃 我跟另外一位是全盲 我们只有两位同学是全盲 其他都是 明眼人 那 各位 那老师 大学的教授会不会点字 不会啊 不会点字 好 那 我们考试 有点字考卷吗 也没有 也没有顶字考卷 那怎么考试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第二个 我们学校中心法商学院 是在台北市的民生东路 那时候学校还没有搬到三峡 民生东路 大家想像那个马路有没有很宽 很宽啊 而且 我们的宿舍还不是在学校里面 是在学校外面 我们学校是在所谓的和江街 建国北路那里 所以 我们要从学校的宿舍要到教学大楼 要经过什么 两条马路 和江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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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诶 用录音的 诶 用录音带 所以邀请同学帮忙录音啊等等 那一开始 先讲 去学校上课 去学校上课 就是要过三条马路 这个事情 那我们攀上同学一开始 哦 因为我们跟一般同学一起上课 那因为は 读社工 讻社工系啊 所以 我们班同学很好也很好 clearly 就想说 啊我们是社工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要发挥同学岸 開始從本身開始做起 所以我們班就可以發起一個運動 什麼運動呢 就所謂的子日升運動 每個人要輪子日升 要去學校 每天早上去排子日升 早上從宿舍 從宿舍接我們去教室上課 那時候大一嘛 穿很多課都是八點的課 然後呢我們下課的時候要把我們接回來 大家就排子日升 那第一個禮拜大家都很落實 大概都7點50就有同學來教學了 準備帶我們去上課 第二個禮拜 開始同學有的 還算落實 就有人帶我們去學校上課 然後下課之後就帶我們回來 第三個禮拜 很奇怪同學都很有默契 第一天怎麼都沒有同學來了 八點的課 後來才發現同學有人說請不來 職日升請不來 還有同學說他想要教課 因為大學生想要跳課 那怎麼辦 沒有職日升來接我們了 那我們要不要跟著跳課 要不要跟著跳課 後來就想說 因為我們四上升 在班上是非常明顯的 因為我們進去班上 因為我們都是找第一排座 因為離門口比較近 所以老師都對我們很有印象 那我們如果一跳課的話 老師都會知道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我們不應該跳課 我們應該要表現出一個榜樣 我們要 我們要表現出 很很很很很 對 認真相學 我們要表現出慘而不廢 所以我們 就跟我另外一個同學 我另外一個同學 他也是全忙的 我們就覺得說我們不應該要 好 我們不應該要跳課 那同學沒有來接我們怎麼辦 那我們就自己走 那過馬路呢 我們就 反正我們眼睛閉著 就往前衝就好了 我們就開始過馬路了 我們就覺得 就憑我們的印象 憑我們的印象 然後拿我們的手杖 然後就開始 從學校宿舍開始走出去 很 問我們會不會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然後可是呢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 那時候準備要過馬路的時候 第一個 要過龍江路 龍江路 那個馬路還沒有很寬 我們又聽那個車流聲 感覺好像沒有車了喔 好 那我們就往前走了 感覺沒有車 我們就往前走了 所以不是紅綠燈 沒有 我們沒有走紅綠燈 我們宿舍門口 剛好 對面一條巷子 我們說那條巷子過去 所以要 要穿越馬路 那個 龍江路就 比較 那個 那邊的路比較窄 大概兩線大 幾線大而已 所以我們就 閉著眼睛 往前走 聽沒有車流聲了 就往前走 那 走一走啊 然後要走巷子 然後走到巷子 要走到遼寧街 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我們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很害怕 走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就有人 拉住我們 就帶著我們走 帶著我們走 然後我就覺得同學都很酷啊 因為我們就 我們就會聊天 請問你是哪個同學 你是讀哪個系的 原來是別的科系的 別的系的同學 那他也沒有問我要去哪裡啊 他就帶我走 我帶我們走 我們就很 後來他想說 我們都是要去教室 然後他就帶我們走 走到教學大樓 然後問我們是哪間教室 就我們 送我們到哪間教室去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 真的不用害怕 因為真的 你走到半路 當你有需要協助的時候 小貼紙 小貼紙就出來了 那像有一次我們要過馬路 我前面提到的民生都 馬路很寬啊 那我們要過馬路 我們都怎麼過馬路 都是聽車流的聲音 車流聲 感覺車流聲 應該都沒有車流 或是剛車流聲停下來了 聽到車流聲 所有車流聲都停下來 就表示怎麼 可以過馬路了 所以我們聽到車流聲 可以過馬路了 我們準備跨出第二步的時候 後來後面的人就把我們拉回來了 原來是什麼 原來人家只是帶轉而已 那就旁邊的同學就把我們看說 還不能過馬路 所以發現很多 路上都還是會遇到很多同學幫忙 還有遇到什麼 因為我們的教學大樓啊 前面是籃球場 還有什麼排球場 那有時候我們走一走會走歪掉啊 有時候走一走走到籃球場裡面去 人家在那邊打球 把球到裡面去 那個球在那邊人家趕快閃開 然後別人就帶我們 問我們要去哪裡 然後又把我們帶回來這樣子 所以在學校裡面有很多好 又好叫又好 很有趣的事情 那有同學會問 一定會有人問我們說 我們在教學大樓裡面 會不會走錯教室 也會啊 也會啊 那我們的教學大樓是一到五樓 那一到五樓呢 有沒有電梯 有 可是我們都不坐電梯 我們都爬樓梯 為什麼 都會想說 為什麼我們爬樓梯 不想要坐電梯 因為這樣坐電梯還沒有語音的 我們寧可爬樓梯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算 算過我這樣爬的是 現在是二樓還是三樓 如果我坐電梯的話 我就不知道我現在是坐到幾樓了 除非要問別人 除非要問別人 所以我們就這樣 就這樣用這樣的方式 那在學校裡面 會不會有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像 像有時候我們在學校宿舍 晚上吃飯 要去外面吃飯 吃回來的時候 或是要去吃宵夜 要吃宵夜就要很小心 為什麼 有時候我們門口啊 很多情侶 有的男男女女 有的約會 或什麼 因為我們 實點要關門嘛 所以很多男生女生都還門口 你就要很小心 你走路要很小心 要聽聲音 要聞味道 或什麼 盡量避免去撞到人 有時候剛好人家你農我農 抱在一起 你從中間過去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就很沒有道德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 聽到那種聲音 或是怎麼樣 我們就要繞來繞去 所以那個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經驗 那 講到在學校裡面 那有沒有遇到困難的地方 有很多困難 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們沒有點字課本 所以我們必須要請同學錄音 所以我們那時候值日生還安排什麼 晚上還幫我們錄音的 幫我們錄音 那各位想想看 錄教科書會不會很無聊 很無聊啊 錄教科書錄一錄他就是很想要睡覺 所以很多要錄 請人家錄教科書要怎麼辦 就要分散 可能是這個同學就錄一點點 那個同學錄一點點 錄太多他會覺得很無聊 有的同學還問我說 那你要不要 除了讀教科書 你要不要看武俠小說 他想要錄武俠小說 他想要錄金庸的 他就會錄這個很無聊 那 還有的同學問我說 那你這個 如果是冤文書怎麼辦 冤文書要請同學錄音嗎 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要請同學錄音 沒有人要幫你錄 那如果說人家用英文錄的話 我們也聽不太多 音聽也不好 所以如果是冤文書怎麼辦 我們就不看 我們就買錯我們會買 可是我們不會看 不會看 那 再來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盲用電 我那時候民國82年 沒有盲用電 所以 最痛苦的是什麼 寫報告 期末 有時候老師說 我們要寫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就是一個很 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期末報告都要寫很多 最少要寫 大概可能3000或5000字 要寫很多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要先把它打成點字 打成點字之後呢 再請同學幫我們騰寫 我就要找同學代筆 我說代筆 我們就念著他 然後請他幫我們寫 可是期末考 這個很麻煩 因為期末考大家都水生火熱啊 大家根本沒有空 沒有空來幫我們寫期末報告騰寫 因為你3000字或5000字要花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就只要拜託 大四的學長姐 因為大四的課很少 他們都很悠閒 我就要拜託那種大四的學長姐 來幫我們騰寫 所以 每次都要開始 變成說在讀大學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可是呢 相對的你就開始要 所謂的尋求協助 尋求協助 好那 等一下 尋求協助以外 考試也是個很有趣 考試的方式 不管是期中考或期末考 我們一定要問老師 要問每個老師說 我們的考試方式是用什麼方式 每個老師的要求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眼睛看不到 考試的方式不可能跟一般生一樣 我們一定第一個方式 就是所謂的代比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問考試方式 老師就問我們說 那我們的考試方式有哪些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代比 就是說我們可能 因為我們學校有所謂的資源 資源教室 那他可以提供工讀生 那會請工讀生呢 幫我們代比 就是說我們到資源教室考試 那我們 工讀生會把題目念出來 然後我們再把答案 念給他 請他們幫我們騰寫 騰寫 寫著一種一種所謂的代比 那有的老師就會很好奇 問說 所謂的代比 那你怎麼確定 那個工讀生寫的是你講的東西 會不會他幫你 你本來寫錯的 他幫你寫對的 你本來講對的 他幫你寫錯的 要怎麼知道 我說 對啊我也不曉得 可是我們 我們基於 我們都是相信人 人都是善良的 我們不會說 基於善良 我們都是信任人 那有的老師就覺得說 代比不可靠 那第二種是什麼方式 就是說 一樣 考卷請工讀生念給你聽 然後你要把答案 錄到錄音帶裡面去 然後由老師來聽 這第二種 那你要錄音 你就要用美妙的聲音來錄音 這第二種 第三種是什麼方式 就是面對面 老師就說 那好 我都知道你們有在讀書 那不然就是哪一天 你 下課來我的研究室 我們來用面談的 用面試 第三種 用面試 一共有這三種 後來我有一次修一堂課 我才發現還有第四種 哪一種呢 第四種我們就問老師說 我是要跟老師自我介紹 我是視障生 那我們要考試 講問說 老師我們的考試方式有哪些 我就跟老師講過 一是什麼 二是什麼 三是什麼 那老師說 都不用那麼麻煩 我都知道你有在讀書 你都有很認真在讀書 你每次上課都有來 你還做第一排 我都有看到 所以考試你不用來 你不用來考試 我都知道你有在讀書 他就是打良心分數 我說你不用讀書 就不用考試 這是第四種 就不用考試 所以每個老師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也蠻有趣的 那 其實在讀大學的過程當中 當然啊 因為我前面提到我是讀社工 那社工呢 除了考試以外 那時候讓我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有必須要實習 那實習的話 必須要到校外機構實習 就必須要怎麼樣 解決交通的問題 交通的問題 那我們實習的話 我必須要到外面去 那必須要坐公車 而且都是自己要去 因為每個同學 大家實習的機構都不一樣 那 講到實習機構 我就開始強迫我自己要坐公車 那時候我很苦惱啊 就跟我爸媽講說 我要去機構實習 然後那個要坐公車才可以到 那時候都沒有捷運也沒什麼 那我爸媽他們就說 不用擔心啊 你要坐計程車去就好啦 我就覺得很有道理啊 可是我沒有錢啊 我沒有錢 那個坐計程車一趟都一兩百塊 而且我們實習要六個禮拜 每天的每天 每天 所以我算了一下 大概一個禮拜有五天 五天的話 來回這樣十趟 然後六個禮拜要做六十趟 一次大概兩百塊的話 真的是費用不少 然後跟我爸媽講 然後我爸媽說 那你 我爸媽就要贊助我 就支持我 那你就坐計程車 那車錢他們幫我出 這樣感覺還不錯啊 還不錯 後來啊 我就想一想說 之前我聽過 我讀勤明學校的同學 在新竹他都可以坐公車 然後也聽過很多台北的盲人 也都會自己坐公車 那我要不要來試試看 我後來就想想說 那我來試試看 如果我可以坐公車的話 那那個計程車的錢怎麼樣 就可以留起來幫民用錢 小時候就開始學會這種貪污啊 那 我就想說 可以試試看啊 那我後來就想說 就請我同學 先帶我去坐公車的 看公車站板在哪裡 就請我同學帶我去 然後陪我坐一趟 那時候 公車也沒有像現在有什麼 語音播報 也沒有語音爆站喔 所以還要記 我坐公車都不敢睡覺 我還要記說他停了哪一些站 然後在哪邊轉彎 所以那個我同學還跟我說 我們 然後轉 第幾個彎的時候 你就準備要下車 還要算 還要算 所以那時候 就是靠這樣的方式 然後就自己去坐公車 好 在坐公車的時候 第一個 好不容易走到公車站板了 第一個問題就來了 要請別人幫我看公車啊 那時候 大概二十幾歲 還蠻年輕的 然後又很害羞 不太敢請別人幫忙 那也不曉得旁邊有沒有人 不曉得旁邊有沒有人 而且 大家知道嗎 上班的時候大家可能情緒都很差 都沒有人在講話 都很沉默 所以那公車站板都很沉默 都沒有人啊 不曉得有沒有人 我也不曉得 就沒有聲音 所以我看腰 第一個 聽聲音 看有沒有腳步聲 從遠遠的地方走過來 如果有腳步聲 那種女生穿高跟鞋 要卡卡卡卡卡 如果走到公車站板停下來 表示什麼 也許他要等公車 然後我就可以慢慢的靠過去 就像那怪叔叔 那樣慢慢的靠過去 說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請你幫我看公車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 我們到公車站板的時候呢 若萬一都沒有聲音 我們要怎麼樣 用吻的 吻味道 來判斷旁邊有沒有人 吻什麼味道 一個 有沒有香水味 第二個 有的男生會擦髮油 有味道 還有第三種什麼味道 剛好 時期是暑假 暑假如果有汗臭味 這個也是個味道 也重要線索 要這樣問 看旁邊有沒有人 然後如果有確定有人 我們就說 請問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們看公車 用這樣的方式 那 為什麼 要問人家看公車 是對我來講 這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恐懼 怎麼樣恐懼 當你明明知道旁邊有人的時候 你問說 請問有沒有人可以幫我看公車 萬一都沒有人理你的時候 你心裡面會作惡感想 會不會覺得很挫敗 會啊 明明知道旁邊有人 你聽到 有人腳步聲停下來了 有聞到那個味道了 可是你問說有沒有人幫忙 可不可以幫我看公車 沒有人理你的時候 那個感覺會很差 所以 有時候那個都很掙扎 很掙扎 我最喜歡的是怎麼樣的方式 當我走到公車站好的時候 旁邊會有人主動問你說 請問你有沒有需要幫忙 這個是最好的 這是最好的 可是有時候沒有這個可能 很少有 所以有時候就在那邊等待 然後感覺 然後要鼓起勇氣 那有沒有被遇過拒絕了 也有啊 有遇過拒絕 被人家拒絕了 有一次 就聽到一個媽媽帶一個小朋友 他們在講話 講說媽媽應該是很有安心啊 所以我們有一些偏見啊 就走過去 請問怎麼可以幫我看公車 那個媽媽就很害怕 你要幹嘛 可是我看起來人家怪叔叔 這樣好像就很害怕 然後就走掉了 然後就感覺很挫敗 那有沒有遇到好的 好的就更多了 就是說我們可能在100次裡面 可能會遇到 1到2次是不好的 大概有99次98次是好的 那 講到坐公車 其實都有很多好 很有很好玩的事情 像我有一次 也是要去實習 剛好就聽到 有一對男女在講話 聊天 那我就湊過去 請他們幫我看公車 反正就說 好好好沒問題沒問題 然後 一下子我的車就來了 他就跟我說 欸你的車來了 我就幫我來 欸我就很開心啊 我就準備要坐的時候 欸發現不對啊 他叫我 頭要低下來 欸坐公車 坐公車幹嘛 坐 頭要低下來 對不對 他跟我說 欸這個不是公車 這是計程車 欸我跟我要坐幾套公車 我沒有要坐計程車啊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他硬是把我塞進去 然後他就拿200塊給那個司機 說這個先生要去哪裡 那你他找的錢 剩下的錢你要找給他 你不能私吞 還跟司機這樣講 這樣 感覺都遇到這種好心人 那也有遇過那種 就是 有一次我們在 我在路上走 要去坐公車 要去坐公車 因為拿手杖嘛 好像 在路上走 突然有一台客停在我們前面 忍下來了 我很害怕 他問我要去哪裡 那我就說我要去某某某地方 他說他要載我一程 好 那我問各位 有一個陌生人 停下來了 他說要載你去 他問我 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我跟他說我要去哪裡 他載我過去 我們要不要坐 這個很掙扎對不對 考驗人性 到底人性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呢 那我就覺得說 我想說人都是善良的 我就決定 我就做了 我不用害怕 第一個 我是男生 不是女生 所以 對方也是男生 不太可能對我有什麼 非分之想 而且我也不是長得多帥 所以不用擔心 這第一個 那 各位一定會好奇 問問問 那你難道不會遇到 壞人綁票嗎 我就想說 不太可能會有人想要綁盲人 綁票綁盲人很麻煩 對不對 你盲人你還要注意他的飲食 他要幹嘛的 綁票綁盲人很麻煩 你要帶他還要帶他走路什麼的 綁票都要綁有錢人 不太可能會綁一個盲人 所以我是根本不用害怕 他說帶我齁 要帶我去下車的地方 帶我去要去的地方 他說有時候會遇到很多好心人啊 還有一次更有趣的 我也是在路上走 也要是不曉得要去哪裡 要去上班還去哪裡 忘了 突然有一個人停 他是騎摩托車的 就停下來了 問我要去哪裡 我跟他說我要去哪裡哪裡 他說他要載我 那我跟他說我沒有安全帽 沒有安全帽要被開單 我說 問他說有沒有多一頂安全帽 他說他也沒有 那怎麼辦 我就說 那我還是走路好了 因為我怕萬一遇到警察 你沒有戴安全帽 你會開拔單 這樣對你不好啊 你要做好事情 又要被開單 這樣不好 他說沒關係 我說那我問他 那如果遇到警察怎麼辦 他說因為我就是警察 我就不用擔心 他是警察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也會遇到很多 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那 在讀大學的過程當中 後來我們 在我大二的時候 就開始有所謂的盲用電腦 哇那完全改變了 盲用電腦就以後 我們再寫報告 我們就可以自己寫 用盲用電腦寫 寫完報告之後呢 再請公讀生幫我們 叫對排版 然後再印出來 或是用E-mail給老師就好了 所以 其實我在大二的時候 就跟大一完全不一樣 大二有盲用電腦 然後就可以自己 還可以自己 那時候還開始慢慢的有網路 有網路 所以我們還可以用 網路查一些資料 那時候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我們那個學校還算蠻先進的 還蠻先進的 好 這是我在讀大學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那你考大學是那個 怎麼考 好 考大學齁 那時候我們有所謂的 那個叫 那時候叫盲農生真室 真室 真室就是特殊的管道 還不是一般的什麼大學領考 我們是用特殊的管道 那特殊的管道呢 這所謂的真室的管道 它專門是給視聽上的學生 那當然呢 它的廣 特殊的管道也不見得每個科系都有開放 我們那時候只有七個科系 有開放給視障生就讀 全國就七個科系 那時候 有包括像我們台北大學 就是法律跟社工 然後什麼師大有特教 還有淡大有法律 還有文化大學有音樂系 就這樣而已 所以大學的宅門還真的很窄 真的很窄 所以這種特殊管道的錄取率高嗎 多高啊 大概多 那時候其實不太高啊 我們班那時候 我想我們班那時候好了 我們班 請民學校我們那一班 一共有十二個同學 十二個同學 那後來有考上大學的 就只有三個 只有三個 有兩個是考音樂系的 那我是剛好考上社工 所以中心法商的社工的第一位盲眼學生 就是你 欸 應該 全盲的是我 可是我們之前有幾個同學是 學長姐是弱勢的 那後來我們班同學有人 就再接再厲 就考第二年 有那種 我們請民學校也有開高師班 衝刺班 也有衝刺班 所以我們同學有人 繼續想要考大學 後來有留下來繼續衝刺 有衝刺班 好 好 那不曉得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關於讀大學的部分 好 那 如果沒有的話 那大學完之後啊 我就開始工作 那我其實在工作 我一開始是先到 台北市政府的勞工局 做就業服務員 就業輔導員 那就是主要辦一些活動 跟我的社工有關 那 我在台北市政府那邊 待了兩年半之後呢 其實 就覺得說 很想要在 就覺得自己在工作上面遇到瓶頸 然後想說 那我想要再繼續讀研究所 我繼續讀研究所 所以我後來 就該去考研究所 那講到考研究所 這個也蠻有趣的齁 該考研究所 不是說 你有錢就可以報名 什麼意思呢 你還要打電話去問說 我是全盲的考生 想要來考你們的研究所 可不可以來報名參加 那 那時候是在民國89年的時候 那時候問很多學校 很多學校 會給你一些軟釘子碰 那時候有個學校 他就說 我們學校沒有無障礙環境 所以你如果萬一考進來的話 可能 對你的行動也不好 所以我們可能 不適合你來報考 有的是這樣 就把你打發掉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到處問 到處問 後來就問問 就只好硬著頭皮問台大 我本來還沒有那麼大的信心說 我可以考上台大 可是很多學校都不能考啊 那我們台北大學那時候我們的母校 那時候還沒有研究所 所以我後來就只好 硬著頭皮打電話去問台大 那 後來他們的助教就跟我說 那這個問題 可能要等我們的細物會議才可以決定 我想過那可能是 又可能又是另外一個軟釘子碰了 後來才發現說 後來學校過一個禮拜之後 主動打電話給我 我就問我考試的方式是什麼 我要用什麼方式考 然後他們就會盡可能來協助我 協助我來報考 所以 真的是說 剛好 運氣很好 運氣很好 剛好學校願意讓我考 願意讓我考試 那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那時候 哇那個 考試的要求也還蠻嚴格的 他是考 那個碩士考試是考 論文評級 什麼叫論文評級 他就剛好有一篇文章 然後要你去評論這篇文章 他的考題就是這樣 那我想說 哇這個論文評級 這個考題 那個貼 論文大概兩萬字的論文 那我想說 如果叫他們做點字的話 有點強能所謂 兩萬字的點字可能 學校一聽到以後就不讓我考了 那怎麼辦 我們就應該要同理別人 我們要求別人來同理我們 我們也要同理別人 所以我就跟 學校說 那你們可以用錄音的 我的考試方式是用錄音 那用錄音 然後我來 用 看是用點字作答也好 或是用電腦作答都好 我就看學校的安排 那我那時候就是用 他們就是用錄音 用錄音 然後我用電腦作答 用電腦作答 用這樣的方式 那個論文評級 我剛剛調了兩萬字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MP3 那時候還 民國89年 完全就是錄音帶 錄音帶大概 錄了大概45分鐘 考試題目 聽完 總共45分鐘 然後大概從那45分鐘 那個論文裡面 應該去做評級 真的難度很高 還要靠自己的記憶 我看他哪裡有狀況 然後還要做筆記這樣 這就是我後來也很順利的 就考上台大 那 考上台大之後 也是有請 也有工讀生 有工讀生幫我錄音啊 那也有工讀生幫我掃描 然後不然就是上網 去找一些資料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來讀台大 花了三年的時間 那也很順利的 碩士畢業 那碩士畢業之後呢 我就開始 又回來從事社工的工作 然後我就在 施藏者家長協會 之前是先在台北市施藏者家長協會工作 然後做社工的工作 好 這是我大概一個求學的歷程 那我在 工作的過程當中 我是從事社工的工作 那其實 在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坦白說 我會選擇社工這個路呢 其實我也考慮到我的優劣勢 因為我常跟別人提 常跟我們很多市場朋友提說 其實我們一定要順勢而為 不要逆勢操作 怎麼樣順勢而為呢 就是要以我們優勢的 那我們眼睛看不到 我們很多的劣勢 那有沒有我們的優勢 有 有我們的優勢 例如我從事社工的工作 我就盡可能是從事 身心障礙 或是市場領域的工作 因為 我服務的對象也是市場 我服務的對象也是身心障礙 那其實這就是我的優勢 因為 我跟我的服務對象都有相同的背景 那我們的專業關係也比較容易建立 當我在讀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我有個同學 他是做青少年服務的 做那個 類似 中措生 那他覺得我的特質很適合去做中措生的服務 他問我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做青少年服務 那 我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感覺聽起來還不錯 可是我後來 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去做那一份工作 我沒有優勢 有很多的劣勢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去找中措生 你要去哪邊找中措生 你一定要去宮廟 要去一些 很多很多 中措生會跑到宮廟 然後跑到瓦咖 你要去那邊跟他們 跟他們 跟他們 保暖 要跟他們撥感情 因為 其實跟青少年 不能用那種威嚴的 不能像老師 對學生那種上對下 你要跟 用夥伴同儕的關係 才有辦法去跟他們打成一片 那如果我今天去做那種 中措生 或是做那種 飛行少年 就是那種所謂的飛行 就是那個 有一些少年犯罪的 那對我來講 我會有一些 不方便的地方 沒有我的優勢 因為 他們 青少年們 他們在做什麼 我也不曉得 而且我也很難 跟他們打成一片 他們喜歡運動 喜歡打球 我也沒辦法跟他們打球 所以 這對我來講 有一些困難 那還有 那時候還有一個 救護員 要幫我介紹說 要介紹我去醫院 當醫療社工 因為他說 我有社工師的證照 可以去醫療社工 那我想一想 醫療社工的薪水 也蠻高的 我後來也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那個 我沒有優勢 我有很多的劣勢 因為你醫療社工 你必須要看什麼 很多的病例表 你要跟家屬會談 那你要跟 要幫家屬 找到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管道 那 我覺得 我在裡面 沒有太多的優勢 所以我後來考慮之後 我還是選擇做 身心障礙領域的 社工 很多身心障礙領域的社工 那像之前也有人問我說 要不要去做 家暴 家暴的部分 我也覺得我沒有優勢 因為家暴是怎麼樣 或許他們薪水都比較高 可是對我來講 我有困難 因為你要家暴的時候 隨時要uncall 那要隨時到個案家裡面 你要把受暴的 受暴者 把他帶出來 這對我來講就很困難啊 我去 搞不好 受暴者還沒帶出來 我又把他被扁 有可能啊 跑也跑別的 別人慢 我還跑錯方向還撞到牆 所以這沒有我的優勢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我一直也用這種角度去跟我們的很多市場沒有講 真的我們要去發揮我們的優勢 如果那個不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就不要去碰你 真的要去順勢而為啊 那當然有些市場朋友他們想要接受一些挑戰 那我覺得如果說能量夠 如果願意接受挑戰 我們當然也是祝福 也是祝福 好 所以我後來就在市場的領域開始工作 那 也當然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很容易就跟 跟我的服務對象打成一片 那服務對象的困難 也是我以前遇過的困難 像我有服務過很多中途市民的個案 那也有服務過很多的家長 父母親他們的小朋友是中途市民的 那他們也會很好奇 小朋友 或是一些市場的小朋友 還有他們的教育的方式 那我又可以把我過去的紀念 可以跟他們分享 那 其實這就是我的一個 在神的工作上面的一個紀念 例如 我曾經有遇過一個個案 一個媽媽 帶一個小朋友 那 那個媽媽 那小朋友那個 才 小學二零級 小學二零級 那後來是因為 小朋友是得了一種痰性疾病 就是四網膜 射出性病變 就RP 它是一種夜盲症 然後視力會慢慢衰退 那那個小朋友呢 在小學二年級就發病了 那這種RP呢 他的發病的時間不一定 有的是小孩子 有的是到大人 有的是到老年 都不一定 那什麼時候發病 醫生也不曉得 就問老天爺才知道 那那個小朋友 他在小學一年級二年級 就開始發病 他一開始呢 本來視力還有1.0 過了一個學期之後 只剩下0.1 再過一個學期之後 只剩下0.0幾 小朋友不想去學 要上課了 那那個媽媽 上網 查到說我們協會 然後就跑來找我們 那媽媽就很擔心說 小朋友 這麼小的孩子 萬一看不到之後 未來能做什麼 未來還有什麼希望 這個就很像我以前小說的經驗 那我就可以去跟他分享 把我的經驗去做分享 那我也跟他提到說 其實 視障朋友 他現在還有一些 那個小朋友還有一些視力 那我會跟他說 可以的話 盡量讓他多看這個世界 因為RP 不曉得什麼時候會看不到 沒有人會知道 那他如果可以多看 最少可以有更多的視覺的紀念 更多的視覺的記憶 這對他未來的 不管是學習 就業 什麼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媽媽也聽了 也大概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一定很讓小朋友 帶他到處走走啊 到處看看啊 那 那 其實 這是我大概在人而呼的案例裡面 遇到這種小朋友的案例 那也有遇到大人的案例 那我在這邊 也跟各位分享一個案例 是我們前一兩年遇到的 那時候我在當 都島 那我們的社工員 我接觸到一個個案 這個案例呢 我們是家 其實聽起來也蠻讓人家難過的 是一個 一個年輕的爸爸 大概30歲 那他因為腦磨炎 腦磨炎後來就看不到 看不到他有兩個小孩 兩個小孩 小孩一個是5歲 一個3歲 然後太太因為 因為先生腦磨炎之後 就 呃 離家出走 就 就拋棄這個家庭 我們想像 一個 看不到的 才剛私密的一個爸爸 要帶兩個小朋友 很辛苦啊 然後每次出門 每次出門的時候 都是小朋友帶爸爸 那小朋友 年紀很小啊 那我們就很好奇 那小朋友怎麼帶 爸爸就說他就 摸小朋友的頭 因為他高度 落差很大 沒辦法像我們所謂的人導法去 摸什麼肩膀 或什麼的 因為小朋友很小 那小朋友要往哪邊走 怎麼知道哪裡是哪裡 我像他說那時候他要去 去公所辦那個 低收入戶證明 因為他沒有工作 然後也一些緊難救助啊等等 然後他要去公所 去社會科去辦 他就坐公車 他就請小朋友 帶他去公車站 然後問旁邊的人 就用這樣的方式 那後來接受我們的 中途失明的一個重建方案 那我們就教他一些重建的歷程 包括病相啊 還有教他一些生活治理 教他如果在家裡面也可以煮東西 跟小朋友吃 跟小朋友吃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那每次辦成長團體的時候 我小朋友也會跟著一起參加 類似這樣的方式 那其實我一直 常跟我的一些社工 我們很多一些學弟妹們講 其實我還蠻喜歡當社工 因為社工其實可以常 從別人的身上看到一些力量 就像剛剛提到的那個爸爸的力量 他遇到這麼多的波折 後來他自己 為了小孩 勇敢走出來 然後他知道要給小朋友更好的環境 所以他就努力的去學按摩 因為他知道說 他沒有做過什麼太過的教育 他也不可能去從事 電腦或文書的工作 他從事按摩 然後他就自己學習 如何坐風車 然後去參加按摩資訊 然後順利拿到證照 然後在按摩小站工作 然後 然後救服員要幫他介紹說 要不要去按摩院工作 他問他不要 他要在按摩小站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他按摩小站 他可以四點下班 回來 回來可以來接小朋友 照顧小朋友 小朋友在讀小學 他可以回來跟小朋友一起 看看小朋友 問小朋友他們的功課啊等等 這就是一個力量 那我也可以在這邊跟各位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之前 這個蠻久之前的一個案例 一個媽媽 她是因為腦瘤 腦瘤 腦瘤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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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 第一次開刀 兩個眼睛看不到 後來腦瘤又復發了 第二次開刀 變成 一個耳朵又聽不到了 各位想想看 一個全毛的朋友 兩個眼睛看不到 然後一個耳朵聽不到 有沒有很辛苦 很辛苦 那她還需要照顧兩個小朋友 還有一個先生 那其實在我們很多中途之民的案例裡面 其實很多因為這樣的狀況 很多家庭都會有一些狀況 像她先生後來都很少回家吃飯 我都去公婆家 她們沒有跟公婆住一起 我都寧可到公婆家吃飯 她都沒有回家吃飯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很 這個個案很勇敢的地方是怎麼樣呢 因為她 有一天 小朋友放學回家 那時候 因為這是很久以前的個案 那我小朋友回家跟媽媽說 她說她很羨慕別的小朋友 說中午媽媽都會帶便當給他們吃 因為他們只能吃 媽媽都會給他們零用錢 然後讓他們去外面買便當吃 所以有一天 小朋友就跟媽媽說 她好希望也可以 也可以帶便當 因為那時候都還沒有營養午餐 媽媽聽了 就 一方面也很難過 就覺得說 因為自己看不到 讓自己的小朋友 沒有辦法跟一般的小朋友 可是我又覺得說 我們的個案的任性就在這邊 她隔天 就憑著她的印象 她又去 他們家附近的菜市場 去買菜 各位想想看 她是靠一邊的聽力而已 因為我們視障者走路都要靠聽力啊 她就拿著手上 然後就去買菜市場 憑自己的印象 然後聞味道 然後問 問說 請問你這一攤是賣什麼的 賣什麼賣什麼 她就去買肉啦 買什麼買什麼 那回來 為了只是幫小朋友做個便當 那她以前看不到 她很害怕用瓦斯爐 可是她覺得說 為了小朋友 她也 有感的去用瓦斯爐 用憑她自己的記憶 過去的記憶 看得到的記憶 然後就幫小朋友做便當 所以我會覺得 當社工 你會發現很多那種個案的力量 其實 我們不是在輔導個案 是個案跟我們一起 一起成長 我都從個案身上看到 好多好多一些 他們的韌性 像在這邊 我也在分享一個案例 一個服務對象 這個我也覺得 是一個媽媽的力量很大 這是一個 也是因為青光眼 那她在還沒有懷孕的時候 就有青光眼 然後有 點那個 那個降眼壓的藥 後來她懷孕了 懷孕的時候呢 醫生就說 因為 這個 降眼壓的藥 對胎兒不好 要讓她做選擇 什麼選擇 一個 就是要 流產 第二個 就是 不要點眼藥 那你不要點眼藥的話 有可能風險是怎麼樣 你可能青光眼 眼壓高 到後來有可能會 失明 那你要怎麼做決定 後來她決定要生小孩 所以她那十個月她都沒有點眼藥 後來小孩生下來之後 她眼睛也真的 看不到 又眼壓高 青光眼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是個力量 那當她看不到之後 她也開始學生活治理 然後幫 幫小朋友煮飯 準備晚餐 什麼的 有一天 有一天 小朋友 突然 跟媽媽說 媽媽你的眼睛是不是 看得到的 媽媽就說 沒有啊 我眼睛都看不到啊 那小朋友說 那媽媽為什麼 你今天 炒的高麗菜都沒有燒焦 媽媽聽了就很 也很感動 也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媽媽以前她都炒飯 煮飯煮完之後呢 小朋友都會幫媽媽添飯 添菜 夾菜給媽媽吃 那媽媽一直以為說 她炒高麗菜都沒有炒焦 因為她都沒有吃到 烤焦 那種炒焦的部分 原來是小朋友幫她處理掉的 那一天 媽媽就 小朋友覺得 奇怪怎麼今天炒菜都沒有燒焦了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看到這個 很多個案啊 那種家庭的力量 讓人家都覺得 很感動 很感動 好 所以我 這是我大概一個 服務的一個 過程 在工作上面的 不曉得各位 關於我工作的部分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的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來 討論一下 我剛剛有提到說 講一些比較輕鬆的 那邊很沉重 講一些導盲犬好了 導盲犬就讓人家覺得很開心 那剛好我們今天有兩隻導盲犬 也來當我的聽眾 一個是我的導盲 我的悲體 那因為她對我的演講 我出去外面常講這些東西 所以她已經聽了 都可以倒背如流 所以我每次在演講 她就很容易就會錄定 很容易錄定 好 那另外有一個 我們有另外一個市場朋友 也帶她的狗狗 叫尾內 一起過來 那 其實 很多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要用導盲犬 那 導盲犬跟手上有什麼差別 那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的 其實我們一直以為說 導盲犬只是工具上的 可是對我們使用者來講 我們認為不是只有工具 不是他們只有 他們不是只有幫我們帶路而已 他們更多的資格陪伴 更多的陪伴 那 其實在使用導盲犬 我發現他們真的是很棒 那像以前 我過馬路的時候 我都會很害怕 尤其是那種過很寬的馬路 像什麼 心態路好了 那時候我在讀台大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導盲犬 每次要過心態路我都很害怕 因為那個馬路真的很寬 大概有八線道 而且很擔心走到一半被卡住 好 那 用了導盲犬之後 其實我過馬路我就不會害怕了 因為他們很厲害 他們都知道要走到八馬線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訓練的關係還怎麼樣 他們都知道要走到 走在八馬線上面 然後遇到右轉車的時候 他還是知道說 一天讓右轉車經過 那 另外呢 我們坐捷運 他就很厲害 他會找刷票口 那各位一定很好奇啊 他們怎麼知道刷票口在哪裡 那他怎麼告訴我刷票口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叫他下指令 例如叫他找那個刷票口 當他找到的時候他會怎麼樣 他會把他的頭 放在那個刷票口那裡 我們就可以順著他的頭去摸 就可以摸到刷票的地方了 那當然 他找到了之後 你要不要給他鼓勵 要 要給他鼓勵 你如果不給他鼓勵 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他就不願意了 不願意了 這樣我的狗狗Betty 我一開始還不曉得 那很厲害 那時候剛開始在跟他 跟他一起工作的時候 我的導盲犬Betty 是我的第二次導盲犬 Betty好厲害 我跟他講說 翻了gate 那就好開心 馬上找到那個刷票口把頭放在那裡 我又拍拍他說 好棒喔 Good girl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他就不太願意了 為什麼 我給他的增強不夠 他要更增強 後來怎麼樣 要給他一顆飼料 等他一顆飼料 他就很開心 所以他每次走到捷運站 他就很開心 就要去找那個刷票口 你也不用下指令 他就自動趕快去找 然後呢 他們也會找電梯 找電梯的門 就把 把頭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很厲害 他就會找到那個 電梯的門的旁邊 然後剛好頭摸上去 就剛好是按鈕的地方 然後呢 他還會找 找座位 我們去坐捷運啊 找空位 然後叫他翻個chill 他去找座位 要找座位 要有幾個 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人很多的時候 然後 要不要翻個chill 就不要了 因為不可能會有座位 可是他們會想辦法去找到座位 怎麼樣想辦法 因為他只要找到座位 他就有東西可以吃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增強物 所以人很多的時候 第一個 今天如果兩個壽子 中間有 兩個壽子坐在那裡 中間有一小小的縫 他只要把頭放在那裡 就保持找到座位了 因為他們找到座位 就是把頭放在那裡 你就順著他的頭去摸 所以人很多的時候 第一個 千萬不要找座位 不然會有很多糗事 第一個 就是讓兩個人的中間 卡在中間 第二個 他很厲害 他也知道哪裡是博愛座 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他會站在人家前面 看人家 我要翻個chill 你要不要起來 那人家一起來 他頭馬上伸過去 很快 馬上就找到了 所以他一坐捷運 他第一天就開始 東焦西望 趕快記得 趕快把找到座位 所以有時候人很多 我就叫他比較早 把他拉回來 他很不甘心 很不甘願 因為他想要找到座位 想要找到座位 所以導盲犬都是聽英文的嗎 都是 看訓練師 像我第一隻導盲犬 是聽中文的 因為那時候他本土話 希望讓台灣的盲人可以接受 然後Betty他是聽英文的 第二隻Betty他是聽英文的 那為什麼要用英文的指令呢 因為 後來是說 避免被干擾 被干擾 因為有人看到導盲犬 好可愛喔 握手 或坐駕 有時候喜歡下指令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 有些人也知道說 這導盲犬都是聽英文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做捷運 遇到人家 開始對他下指令 叫他氣頭 那我們導盲犬 有時候真的很乖 人家叫我氣頭 我就氣頭 就坐下來 好 那 所以我們才會說 盡量不要去 隨便下指令 好 那 就陌生了別人 不要對他下指令 然後呢 他很喜歡找椅子 好 所以一定要有空 感覺人很鬆的時候 沒有人 感覺沒有人 在叫他找椅子 不然會有很多一些糗事 真的很多糗事 好 那 像我知道之前 我聽訓練師有講過 林內 好像有一些 找位子的糗事 那沒關係 我們這個 就保留 然後 還有 就是 用導盲犬 我前面提到了 很多那種心理陪伴 我問各位 我們用導盲犬 去走到陌生的地方 會不會迷路 我們也會迷路啊 因為導盲犬 對我們幫助比較大 是我們走很熟悉的路線 像我們回家的路 上班的路線 都是他走過的 他都知道 他不會走錯 不會走錯 他要故意走到隔壁家 我不會 那 可是如果 情人到陌生的地方 我們有可能會 會迷路啊 有可能會迷路 那迷路怎麼辦 那 我以前拿手杖的時候 最怕的也是迷路 因為迷路就是我一個人迷路 可是我今天用導盲犬 我就覺得說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迷路 因為我們狗狗也迷路了 我們現在有伴 而且我發現 迷路的時候 我的狗狗比我更擔心 然後他會記得想要找人 找到我們找到人家幫忙的時候 他就可以冰冰咬尾巴 所以我發現 他們其實是很聰明的 他知道你心裡面的想法 那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路上走的時候 有些人會對導盲犬 有時候會有高 高估或是低估 說低估就是什麼 會認為他們能力很差 會不會咬人啊 會不會亂叫啊 會不會亂大小便啊 其實他們都有 其實都不會有這些狀況啊 我們處理好都不會有這些狀況 那有些人高估是什麼 他們能力高估得很高 像我以前 那時候我在第一隻導盲犬 位局的時候 剛好我要去郵局 那我大概知道那個方向 可是我不太知道說 是在哪裡 那好我們就走一走 然後我們就問旁邊的人 請問說旁邊剛好有路人 問他說 請問郵局要往哪邊走 那個人就說 欸你不是有導盲犬嗎 他沒辦法帶你去嗎 所以有些人會很高估認為說 他有導盲犬他可以帶我們去任何的地方 那我就跟他說 啊沒有 因為他今天沒有帶GPS出來 如果今天有帶GPS 他有GPS 他就可以帶我去郵局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對導盲犬的能力 有時候高估 或是低估 沒有 他們就帶我們去很熟的地方 那當然 導盲犬也讓我們很多的心裡面的陪伴 就剛前面提到了 如果萬一我們迷路的時候 有人跟我們一起迷路 不用擔心 然後他們找到人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很開心 我們也不用很擔心 那另外 有時候也會讓我們 擴展我們的人際關係 什麼意思 以前 在走路 用手上的時候 走在外面是很孤單的 可是我們像導盲犬的時候 在路上走的時候 會有人會跟你 有時候會遇到什麼 愛狗人士 愛狗人士會跟你聊狗的事情 啊你的狗叫什麼名字啊 很聰明啊 什麼什麼什麼 會跟你聊天 那我以前用手帳的時候 就很奇怪啊 沒有人會跟我聊我的手帳 對不對 沒有人會跟我聊我的手帳 欸你的手帳 是哪一個國家制的 不會 可是人家會聊你的狗 你的狗幾歲啊 沒有人會問你的手帳用幾年 不會 所以我發現 用導盲犬有這個好處 就會有人跟你聊 然後呢 有時候會 會蠻好笑的 怎麼會好笑 就會有人偷偷在旁邊聊天 喔這個是導盲犬喔 這個是幾百萬喔 什麼什麼 所有人在那邊聊天 然後聊天又 聊得很大聲讓我聽到 這樣 有的媽媽或爸爸 會看到導盲犬 又跟小朋友說 這個狗狗在工作 這個就很有趣的 有的爸爸媽媽就會跟小朋友說 這個狗狗在工作很厲害喔 小朋友同言同語 就會問說 他在做什麼工作 狗狗在做什麼工作 他又要帶那個盲人叔叔啊 他為什麼要帶那個盲人叔叔 就問為什麼 為什麼 那我在旁邊 又覺得 一方面又很尷尬 又覺得很好笑 那小朋友就問他說 為什麼要帶那個盲人叔叔 那個媽媽就說 因為那個盲人叔叔看不到 小朋友就問他 那為什麼他會看不到 又問得很大聲 那我不曉得要不要回答 好像很有趣 那個媽媽就會覺得 我也不曉得 我又這樣 然後 有時候就會很多 會很 很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我還有遇過有一次 有個小朋友 就跟媽媽說 哇這個導盲犬很厲害耶 我之前 在書上看到說 他是導盲犬都很厲害 那媽媽說 對啊導盲犬都很厲害 那小朋友就跟媽媽說 媽媽我以後眼睛看不到 我也要有一隻導盲犬 突然覺得說 好像看不到 媽媽是很掛動的一件事 那媽媽就圈圈叉叉這樣 最後會發現很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好像 在這邊也跟各位分享一些 使用導盲犬的一個 很有趣的經驗 像我有一次 那時候是用 使用wish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 坐火車 坐火車啊 那 剛好我隔壁的 有一個 有一個 阿伯在吃便當 那可能 不曉得可能是我們家狗 對他的便當 可能是 一直在看他吃便當還怎麼樣 阿伯吃得有點興趣 後來阿伯吃完之後 就問我說 他問他有一塊台股 可不可以給他吃 我就說不可以耶 因為他不能吃人吃的東西 因為我們狗狗都不能吃人吃的東西 因為太油太鹹嘛 所以我們說他不能吃人吃的東西 那個阿伯馬上誤認說 這個台股我沒有咬過 沒有咬過 原來他誤會了我的意思說 他不能吃人吃過的東西 好像那個拜拜一樣 拜拜都不能吃 不能先吃人吃過的 沒有 他不是阿 因為他 我又跟他解釋 因為他是因為 因為那個我們人吃的東西都太鹹 對他不好 不能給他吃 所以 有時候 真的跟打盲犬在一起 也真的很多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那 其實 那當然阿 在台灣導盲犬的宣導也蠻成功的 那 以前 那時候在用Wish的時候 也遇過被拒絕的經驗 那用了杯體之後都還蠻順的 那大家也都知道說 遇到導盲犬 要怎麼去幫忙他們 幫忙我們視障朋友 那我們有一個口號 就所謂的 遇到導盲犬會有所謂的四部疑問 四部疑問 那四部呢 第一 就是不要去動弄他 他在工作的時候 他在背著倒盲犬在工作的時候 不要去兜弄他 因為兜弄他的時候 他會噴心 因為像我們的狗狗 其實都很可愛 那他們對人 看起來 他就覺得人都是友善的 所以 不要兜弄他 如果兜弄他 他會以為你要跟他玩 第二個 不要呼叫 不要叫他 因為呼叫他們 會讓他們轉移注意力 那不要呼叫他 也讓我覺得 有時候會很困擾 為什麼 有時候人家會遇到好心人士 愛狗人士 就問我們的狗叫什麼名字 那我們跟他講 我們狗叫什麼名字 他就說 搞定我們狗狗叫Betty 他馬上就說Betty Betty 然後我們狗狗就會看他一下 他們就很有成就感 這樣就是有所謂的打擾 所以每次人家問他叫什麼名字的時候 我們叫狗就有很多的名字 第一個叫小黃 那我們叫狗叫小黃 然後他就開始 小黃小黃 那我們狗狗不理他 這狗很厲害 訓練有數 我叫他他就不理我 那有時候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妹妹 叫什麼這樣 所以他有叫小黃 叫妹妹 不然就是更直接 他叫可魯 更快 他叫可魯 可魯可魯 然後Betty都不理他 然後他就 你的狗都訓練有數 你的狗都不理我 所以有時候就是 我們不要去呼叫他 然後第三個步呢 就是不要摸他 不要餵食 不要餵食 因為有時候 餵食的話 對他們 因為他們工作都很認真 如果我們 餵他吃東西的時候 很容易分心 所以對我來說 我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 帶他去那種傳統的菜市場 那個東西地上一堆 他很容易 東西有得吃 他們就會忘記工作 那因為這跟人一樣 我想這不是狗的問題 這是一個天性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餵食 而且我們人吃的東西都太油太鹹 那我知道我們很多人 很喜歡流浪動物 會喜歡照顧浪浪 那照顧流浪動物的時候 我們給他吃的東西 也盡量不要太油太鹹 為他們的身體著想 那第四步呢 什麼 就是不要拒絕 我們的導盲犬 我們的幼犬 都可以出入任何的公共場所 包括 捷運 包括公車 火車 甚至包括飛機 他也可以坐飛機啊 像之前我兩年前 我去金門 去金門 Betty跟我一起去 那Betty 那她是 就跟著我一起做客艙 她也沒有做那個貨艙 她跟我們一起 做客艙 那其實因為金門 跟我們台灣 是不同的島嶼啊 所以那邊也要做檢疫 那還蠻有趣的齁 那時候做檢疫的時候 因為她要問她的晶片號碼 所以那時候到金門的時候 她就 那個檢疫人員 就拿一個東西 在她身上那邊掃描 掃描 掃描Betty的東西 掃描她身上有沒有晶片 那她一邊掃描 她Betty又一邊舔她的臉 就很有趣 好 所以她 他們也可以坐飛機 那你去越南有帶飛機嗎 沒有 如果出國就不方便了 出國因為 到國外就不一樣了 因為國外的話 檢疫最少要21天 去21天 回來要21天 那我去越南5天而已啊 所以帶她去 可能她被關很久才可以回來 所以像我們出國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可能必須 安排臨時的寄養家庭 除非 我們是到那種非狂犬病的疫區 像日本 它是非狂犬病的疫區 可是啊 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有狂犬病的那個 所以我們去日本的話 狗狗去的話 也要被 檢疫要被隔離啊 隔離21天 像以前 在10年前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狂犬病的時候 之前有一陣子 有一次 日本的 島盲犬使用者 浩浩蕩蕩 來台灣旅行 他們總共那一團 80幾個人 帶了30幾條的島盲犬來台灣玩 這是桃園機場 有史以來一次 接待這麼多島盲犬的 30幾隻 那時候台灣的島盲犬 還沒有那麼多 那時候還住圓山飯店 那整個圓山飯店 都沒有聽到任何的狗叫聲 那個真的是 可是現在不行了 因為台灣已經有狂犬病 所以日本也不敢來 所以變成說 像我們現在如果要出國的話 如果短期 我們就安排寄養家庭 不然出去隔離21天 回來隔離21天 很麻煩 很麻煩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是 像你這樣譬如說過程 就 都已經克服了很多的挑戰 跟一些關卡 那平常 你如果說 看書可以演書 那你如果想要去看音樂 或者是看電影怎麼辦 好 那這個問題很棒 那聽音樂 聽音樂是都還好 都是看電影 看電影的話 有幾個方式 一個方式是說 我們要請朋友 例如說 請我老婆 帶我去看電影 那我們就要 躲在很角落的地方 躲在角落 躲在旁邊 然後可能 我老婆就會跟我講 現在演什麼劇情 要跟我講 這是一種方式 我們所謂的口述影像 口述影像 跟我們講 現在到底在演什麼 那另外現在 現在因為這種 關於市場的服務 越來越多了 所以有 像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他每個禮拜六 也有口述電影 口述電影 像我們昨天 我們昨天跟我太太 還去看口述電影 在那個 府中捷運站那邊 他昨天 他昨天演了一個動畫片 叫黑貓魯道夫 這個還蠻有趣的 那他是個口述影像的人 在那邊講 然後 講一些影片 演什麼 然後 一些旁白 什麼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欣賞電影 我們實際要用 聲音的方式來呈現 那當然呢 對我們最困難的是 若是外語片的話 就很麻煩了 像英文片 這個有時候要考驗自己的音聽 對不對 那如果像什麼 日語片啊 什麼韓國片啊 這就很困難 這很困難 所以啊 對我們最困難的是 外語片 外語片 那聽音樂是都還好 對 那有時候現在 有時候很困擾 就是說像一些 一些臉書啊 什麼人家卡卡 有貼一大堆的照片 那我就是要好奇 問一下我老婆 那這個照片到底在幹嘛 我問人家 人家問照片 人家問有技巧 如果有一些照片 就有一種新色 那種有色情的 還不能問 有色情的問 他可能會被他拔頭 可是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 有時候那種描述啊 像人家那種 那種文字的 因為有時候人家 貼臉書什麼的 貼什麼什麼什麼 聽起來就覺得 還有色情的 有色情的嫌疑 或什麼的 那我們就可能 要去問一下 又不能問太直接 他會被拔頭 所以像我們看電影 我們都只能看一些很正常的電影 那種什麼愛情動作片 那個還不能看 那個老婆也不太願意 願意把我暴讀 本來像我們口述影像 因為牽涉到那種 所以那種 目前還沒有 愛情動作片的口述影像 還沒有 我們只能靠想像 對 那我其實我都很鼓勵 我們視障朋友 因為有時候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們已經看不到 那其實我們看不到 我們還會去體驗很多 跟視覺有關的 像說 像我很喜歡出去玩 那之前就會有人說 你看不到你去哪裡玩 也都一樣啊 你怎麼知道你現在是在哪裡 你後面 搞不好你就想像 你現在是在萬里長城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你後面是萬里長城 像我前幾個 上個禮拜去越南 那你怎麼知道旁邊是有小島 對 所以變成說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 去 視障朋友雖然看不到 可是你還可以透過聽 透過 嗅覺 透過觸覺 透過味覺 還是可以體驗不同的 生活情趣啊 不一定說 因為視覺沒有了 什麼都不能 什麼都不能 那 呃 關於島盲犬的部分 不曉得各位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詢問的 那你有需要遛狗嗎 因為牠有牠的生命的需求 那怎麼辦 呃 其實我們 呃 我們也會帶牠去遛狗啦 有時候 像有時候下班回來啊 或怎麼樣 那其實 一些人一般人都會誤以為 都會很多的誤解 說啊 島盲犬很可憐 很可憐 牠都要工作 其實我們每家狗的工作的時間 牠其實就是帶我上班 跟帶我下班 那其他的時間呢 都還休息睡覺 所以像 我的辦公室 也有牠的床 那我 呃 我後來去讀台大博士班 我會帶牠的床去啊 老師在上課 然後 那個桌子下面 我鋪牠的床 所以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他就一邊 老師一邊上課 他一邊打呼 都是這樣 那 另外呢 要遛狗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跟我太太 或怎麼樣 有時候要帶牠去上步啊 什麼的 我們叫狗就很開心 然後我們也會有一些狗聚 我們導盲拳會有一些聚會 例如我們 可能會帶牠去運動公園啊 跑一跑啊 玩一玩啊 牠們都會很開心 很開心 對 那 因為很多人會很好奇問說 那牠們的大小便怎麼處理 那其實牠們大小便都還蠻有規律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下指定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判斷 判斷牠的喝水的量啊等等 像例如 想像我們要上班的時候 上班前先讓牠尿尿便便 弄完了 快到辦公室的時候再讓牠尿尿 那牠其實牠們也很厲害 牠們也會去找水溝啦 或是找一些草皮啊等等 這大概是這樣的部分 那遛狗牠們很喜歡 好像我們帶牠出去 牠很開心 牠會到處聞 聞很久 我們家的狗也蠻喜歡遛狗的 一般的狗都喜歡啊 牠們也很喜歡 所以 您要帶牠遛狗的時候 牠就是不用揹著牠的 不用 我們可以 對啊 讓導盲安 只有牠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才會讓牠背導盲安 像牠到辦公室 我們也把牠放開啊 所以像上次那個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張老闆 我們的祕書長 去我們辦公室 因為牠一進來 我們家的狗是跑第一個去歡迎牠 公關犬 牠還兼 在我們家的狗 牠還兼志工耶 在我們辦公室兼志工 牠身次的身分是導盲犬 牠還兼我們的公關犬 志工 那牠很有趣 我們 秘書長一來的時候 牠就過去跟牠打個招呼 我們發現 這個好像沒什麼好玩的 然後又跑回去睡覺 因為牠的責任 牠完成牠的責任 所以其實 導盲犬其實 都很幸福 一般人都會誤以為說 他們工作很辛苦 沒有他們都 隨時都可以跟我們人 跟我們人陪伴在一起 他們也不會有什麼分離焦慮 不會有恐懼 不會有什麼樣 他們對人也完全的信任 他們也不會叫 也不會咬人 那就是 為什麼不會叫 不會咬人 就是因為他們對人完全的信任 他們不需要叫 幹嘛要叫 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都看到的都是好人 曾經有人問我們 只有很多人會誤以為說 導盲犬除了帶盲人以外 還會保護盲人 我跟各位講 他們不會保護盲人 我們遇到壞人 他會咬尾巴 他們不會保護盲人 不會說 因為有人勾擊我們 他們會來保護我們 不會 因為他們會以為說 這個世界都是好人 因為在他們一生當中 他們所遇到的都是好人 沒有人對他們施以暴力 沒有人打過他們 所以他們就是 每個人都是好人 而且他們很多都快樂的感覺 所以他們看到人 像我們家 我看到他的激養家庭 他是好開心 因為太多快樂的感覺 太多快樂的懷疑 所以他的前世精神 應該是做好事 我覺得他們有很多的福報 很多的福報 很多的福報 像我家第一隻島盲犬 後來未許他 後來往生 因為他得癌症 後來往生 那我不曉得各位相不相信 我們有通靈人士 通靈人士 有通靈的 他就說 我們家的狗在天堂 很開心 在那邊玩耍 跟別的島盲犬一起玩耍 因為我們聽到這樣 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他們其實有很多的福報 他們跟著我們在一起 那當然要當島盲犬 不是說 不是拉不拉多就可以了 要看他們的意願 是由他們來決定的 不是由我們人類來決定的 像我們家的狗 Betty 他們那一胎一共有四隻 他是老妖 那後來只有他出來當島盲犬 那其他不是說不優秀 都很棒 都很聰明 都同一個媽媽生的 那為什麼他們其他的沒有辦法當島盲犬 因為他們其他的狗狗 其他的兄弟姐妹沒有意願 那很多人會好奇啊 怎麼知道他們沒有意願 在訓練的時候 用島盲犬上去 他就不肯走了 所以不想走了啊 或走了很慢 就表示他怎麼樣 沒有意願 不能強迫啊 不能強迫 所以他們 當島盲犬是由他們決定的 不是由我們人類來決定的 他們願意來為人類服務 他想要去跟人類 當島盲犬來幫助我 這是他們來決定 這是他們的決定 那當然 當他們做加油決定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更去愛護他們 愛護他們 所以 我們也常跟外面的人說 其實我們要給島盲犬更多友善的空間 以前 剛開始也在推島盲犬的時候 我們常會 讓人家覺得說島盲犬是很友善的 所以我們會常 剛開始在推島盲犬運動的時候 就會說 島盲犬你即使踩到他的尾巴 他也不會叫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很皮的人 就故意踩踩看 這是不對的 這是因為 這是因為 是因為 我們是希望說 讓大家不會對狗狗有恐懼 所以其實 我們很希望說 一個友善的空間 除了事不疑問以外 我們也不要去 故意去 挑釁 來傷害他 有的故意說 島盲犬很乖 你踩到他他都不會叫 故意踩踩看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好的 然後另外有的故意 後來看我們 這個島盲犬很厲害 他還會避開障礙物 故意倒在我們前面 這些都是不好的 我們應該說 給他更友善的空間 讓他更舒服 更安穩的空間 那像 有時候我們帶島盲犬出來的時候 有的人說 這個狗很乖 然後就故意帶他的狗出來 要跟我們的狗 做朋友 這樣是 不好的 因為我們狗狗他想要專心的工作 不要被打擾 不是說 不是說別人狗不好 或怎麼樣 只是說希望他們可以在一個 很安全 很舒適 很友善的空間去工作 那我想 在最後呢 我想利用一點點的時間 讓我來分享一個 看不到之後 我的一些新的體會 新的體會 那我第一個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生命會找尋自己的出口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在服務很多個案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個案的那種 任性 那即使我們在我們人生當中 會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可是我們不要太早放棄 因為 會找到自己的出口 那 其實在我剛開始失明的時候 我也對自己有很多的放棄 有很多 一些想法 可是 我真的很難想像 過了20年之後 我很難想像說 我還有機會可以讀書 那時候我剛看不到的時候 我根本想不到說 我有機會可以讀大學 有機會可以讀研究所 其實 生命會找尋自己的出口 就像我那時候 在考研究所的時候 遇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學校不願意讓我考 跟真的 很多的貴人的幫助 那我也常跟我人 一些中途失明的朋友 勸他們 鼓勵他們 真的不要害怕 走出來會遇到很多好心人 就像我那時候 在讀請民學校的時候 我從來 不敢想像說 一個盲人 可以自己坐公車 可是 真的 因為我們在路上 遇到很多好心人 在100次的經驗裡面 有98次是好的經驗 也是因為有這麼多好的經驗 讓四丈朋友更願意走出來 那我想 各位也可以去想想看 如果今天 我們的四丈朋友走出來 一百次裡面 只遇到兩次是好的經驗 98次都是不好的經驗 那 這四丈朋友還敢不敢走出來 就不敢走出來 所以今天 四丈朋友走出來 其實也都是因為 大家願意幫忙 那第二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真的 我們也要成為別人的貴人 就是說 像我看不到了 我還是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那別人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成為別人的貴人 那我覺得 要成為別人的貴人 就是一個有福氣的人 當你有福氣 你才有辦法去分享更多的福氣 所以我覺得可以成為別人的貴人 成為別人的福氣是很好的 就像我常跟別人講 像我們台灣 很多四丈朋友要過馬路 就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靠聽聲音來判斷 那也許 因為你的幫忙 你的詢問說 請問有沒有需要幫忙 因為你的帶他過馬路 也許 就讓他很安全的過馬路 然後不會遇到任何的交通事故 這對一個人的幫助很大 我們很多四丈朋友 都是從事按摩的工作 包括我在內 我雖然不是從事按摩的工作 可是我們的手 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的腳 對我們很重要 如果今天我們過馬路 不小心發生車禍了 我們的腳受傷了 我們的手受傷了 對我們來講 會更辛苦 更辛苦 所以 因為你成為我們的貴人 幫助我們 我想 可以 有更多的福氣 好 最後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珍惜所擁有的 很多東西我們都會認為理所當然 我想各位很多朋友都看得到 那眼睛看得到是不是理所當然 會不會以後也會看不到 有可能啊 不一定啊 就像我16歲之前 就像我 雖然眼睛不太好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想像說 我會 哪一天會看不到 在那個時候 那現在 我雖然眼睛看不到了 可是我還可以走 還可以跑 還可以跳 還可以說話 我們很多視障朋友 他是怎麼樣 有可能是視障加上聽障 好像有人在提醒我 要趕快下課了 哈哈 其實我們的黨方學 真的很聰明啊 他們雖然沒有手錶 可是他們都知道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所以 所以我想跟各位說 我們應該要爭取我們所擁有的 所現有的 就包括我在內 我還可以跑 還可以跳 那這些東西不是理所當然的 有可能是哪一天會消失 有哪一天有可能會不見 當我們失去他的時候 我們再來後悔 都來不及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去珍惜他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那會在服務那個小朋友的案例 我跟他媽媽說 當他看得到的時候 就盡可能讓他看到 那我常 我常 最後我也常跟別人說 當我16歲看不到之後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看不到的時間點 剛剛好 為什麼 為什麼如果 真的是老天對我很多的眷顧 為什麼 我16歲才看不到 我常跟人家開玩笑說 該看的 都看過了 那不該看的呢 也有看到 不該看的也有看過 在16歲的時候 我常跟別人說啊 我那時候是獨獸醫 萬一我30歲 40歲 都已經 人生都定型了 才看不到 那我會不會更辛苦 會更辛苦啊 更辛苦 那我如果是 很早就看不到的 那很多美好的世界 我都沒有看過啊 也很辛苦 所以我常跟老天 常跟別人說 真的老天爺 對我很眷顧啊 16歲 剛好那個時間 還有可塑性的時間 看不到的時候 還有可塑性 然後很多貴人的幫助 那我可以 很順利的 很順利的 這樣可以 繼續這樣 去 有工作 然後可以 去從事我喜歡的工作 然後可以去 過我想要的生活 好 那我想到這邊 演講也快結束了 那不曉得各位 還有什麼問題 要提出來的 很歡迎各位 那個 我們這邊有一種 討論的方式 就是我們會把麥克風傳下去 那每一個人都要拿到麥克風 因為這樣 接著你這樣問 沒有人要回答 很少人 我有問題 那個是強迫中獎 對 那我們是用 沒有我們還是一個 民主自由的方式 所以你拿到麥克風 你可以不講 你就傳給下一個人 好 那就從我最近的 這一位小姐開始 就一定要拿 你可以不講 然後再傳給別人 就好 那要講就 就反正麥克風在手上 就講一講 壓力好大 我先想一下問題 好 那等一下麥克風 麥克風再怎麼回來 對可以一直傳 沒關係 嗯 都開著 沒什麽問題 沒什麽問題 沒有 沒有一定要講 我們這個是自由的 自由 自由發露 還是你想到 我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我最佩服的是 藉州有一對 非常樂觀的父母親 因為從她剛剛分享 我覺得 我認識她也是幾年前 那開始接觸也是被提的狀況 所以我只知道藉州 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這樣聽下來 我發現 妳能夠那麽快的走出來 爸媽給妳支持 真的很好 很重要 我覺得 很感動 有聽到妳今天這樣 的分享 我認識妳 今天算是又認識妳 更深 更深了一步 不為能治了一步 對 好 所以我希望以後 如果我自己有任何任何的 或是有任何病變 妳會是我很好很好的答應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覺得沒有錯啦 我想真的是 我也很感謝我爸媽 好 因為我想 在我最 其實 在我最 低潮的時候 那時候看不到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沒有像我現在講的那麽輕鬆 那時候整個人的情緒都很差 然後很 真的是情緒很暴躁 然後幾乎很動不動就會有時候發脾氣 然後怨天遊人 那承受都是我爸媽 還有我家的可能我上面一個哥哥我姐姐在承受 那我覺得說 真的是我可以走出來是我爸爸媽媽的鼓勵啊 他們從啟民學校去主共去找啟民學校的資源 然後還 試著去教我點字 然後還這樣一直 陪伴 陪伴到我現在 那現在有時候我爸媽 有時候 因為我爸媽住南部 有時候還會上來台北 來看看我們 哈哈 看看我們 然後看看我們的小孫子 她的小孫子就是Betty 可能她也是有時候把Betty當小孫子在看待 然後會帶他們帶小孫子到處去散步啊等等 對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我爸媽 謝謝 那麥克風現在在我的手上 其實啊 我聽了以後我會覺得說 那我可以對你視障者做什麼樣的幫助 我會回想我自己能做什麼 然後我就想到我在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到輔導室啊 因為我去參加一個 可以徵選 錄有聲書的一個活動 那我就被挑中 可是呢 我並沒有給人家錄 我就 一直覺得 一直很難過一直到現在耶 那我一直很想 因為那個單位是張師大的一個特教系之類的 那我在想說我是不是應該 我不斷的想我應該要回到張師大去道歉 然後去賠償那些 所有的這些費用 你知道 因為他有給我一些相關的用品啊 麥克風啊之類的 那因為我們住宿舍八個人一間 基本上你要能夠錄啊 是有一點困難 但是也是因為我自己懶惰逃避 所以沒有完成這件事 可是現在想一想又有點愧疚 那想要問一下 借州是說 我們如果真的錄了有聲書 對你們是有幫助的嗎 我覺得錄有聲書幫助很大 那其實很多現在很多清大盲友會 或是張師大等等都錄有聲書 那清大盲友 張話他有的是錄教科書 有的是錄一些休閒的書 那其實我也一直跟我們很多師大盲友講說 我們眼睛看不到 其實我們更應該要接受更多的知識 更多的知識 那其實我們在很多方面的資訊的取得很不容易 那這些資訊的取得就更為寶貴更為重要 像我剛剛我前面提到的 其實我除了有請我們公讀生 我們同學錄一些有聲書以外 我也常跟清大盲友會 張師大借一些有聲書 那我也 也借過我到現在還蠻喜歡的書 好像坦白跟各位說 我以前那時候十六歲以前還看得到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把一本書看完 可能是因為我的視力的關係還怎麼樣 可當我看不到之後 我看的書就很多 像包包像以前有跟清大盲友會借 靜庸的武俠小說一整套 那個是真的是 五六十卷錄音帶 那才是錄音帶的時代 那其實像我本身 我這邊也剛好你提到張師大 我那時候有跟張師大借一本書 是我到現在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一本書 是春創春樹寫的 是叫挪威的森林 那一本書我覺得 那時候害我害得很慘 為什麼 那時候我剛好 剛好那時候我在讀大學 然後那剛好期末考的時候 剛好一拿到那一本書 我就忍不住想要聽 就開始沉迷了 我就 剛好期末考 我就熬夜想要把它聽完 那時候一共有二十卷錄音帶 想要一口氣把它聽完 那我覺得其實 真的 我們的視障朋友的資訊的管道 都從這些書籍來 所以我覺得一個 如果一個方式 如果要幫助視障朋友 可以的話 也可以錄有聲書 那不管張師大 親大盲友會 或是像光顏愛盲 也許你用Google去搜尋 錄有聲書 我想他們都很樂意 也很歡迎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剛剛也提到說 要如何幫助盲人 或是如何成為盲人的貴人 那其實我覺得 真的就我前面提到了 在視障朋友在路上走 其實都很 有時候 坦白說都很孤單 我想想看 拿一個手障 那其實如果 我們願意問他們說 請問有沒有需要幫忙 你要去哪裡 或是他們要過馬路 也許我們的一個協助 對他們來講 幫助都很大 幫助都很大 那也因為我們的幫助 讓視障朋友更 願意走出來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當他每次走出來 都是好的經驗 都很多人願意幫忙 都是很友善的空間 他就更願意走出來 願意走出來 所以我想 要成為盲人的貴人 或成為 我想那個機會都很多 尤其是在台北 很多視障朋友 出來的機會 越來越大 因為 有捷運 有公車 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那 這是我想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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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了嗎 那像我們臉書的朋友 不曉得有沒有人 有提問嗎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看一下 臉書沒有特別有提問 那個 好 不過也很厲害 那個 藉書講了兩個半鐘 好 好 那 欸 站起來了 那我們今天 大概就先到這邊為止了 那就謝謝藉書 也謝謝大家的參加 謝謝 謝謝各位 也謝謝我們的黨同學 這很乖 很厲害 他們很厲害 他們都知道快下課了 就趕快醒來了 上課就趕快錄定 希望我們可以拍一根拍一下這樣 對對對 可以啊可以啊 那要來個大合照嗎 還怎麼樣 哈哈 哈哈 照片就好 來吧 嘿咻 嘿咻 師父你不要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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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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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 啥 好 aring 好 這個位小姐 來 走我闖下 我闖下 我需要腿跳呢 你以前不知道會需要腿跳嗎